中央主管机关审查 前项这名文件由中央主管机关邀请专家学者 成立委员会审查之 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可检验机构 出具之血液多率联本或多率孵难浓度异常报告 得作为第一项之补充这名文件 前项报告之多率联本及多率孵难血液浓度异常值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二 第十二条修正为 政府以列册犹证患者于本条例施行前死亡者 其配偶之系血亲被亲属之遗属 得申请新台币二十万元之一次抚慰金 无配偶及值系血亲被亲属者 得由父母申请之前项之遗属有二人以上者 应共同委托其中一人代表提出申请 第一项抚慰金应于中华民国一百零九年八月九日前提出申请 与其不予受理 第一项得申请抚慰金之事 以中央主管机关应将申请书送达遗属 但经调阅护证资料无法确知遗属者不在此限 前项宋达其遗属有二人以上者 中央主管机关得向其中一人为之 一 本条例领取支付卫金免缴所得税 二 全案业以审查玩具 玩具拟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 院会讨论本法案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并额召集委员林淑芬于院会讨论本案时 做补充说明 二 处理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 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 解冻案六十八案 寻达及处理 解冻内容请委员参阅书面资料 决议 以上六十八案均报告及寻达完毕 其中处第三十九案保留 另择其处理外 其余均同意动资并提报院会 三 处理中华民国一百零五年度 卫生福利部主管财团法人预算解冻案 二十一案寻达及处理 解冻内容请委员参阅书面资料 决议 以上二十一案均报告及寻达完毕 其中处第三案至第七案 第九案至第十二案及第十七案至第十八案保留 另择其处理外 其余均同意动资并提报院会 宣读完毕 请问委员会对上次议事录有无修正或遗漏之处有没有 没有那我们就确认通过 那今天呢下午的会议议程是我们邀请劳动部和教育部就两原则实施一周年检讨以及未来大专院校兼任助理如何全面劳固化列席报告 那我早上有解释过了 事实上这个是早上的议程啦 但是因为我们要联席审查必须是委员会交代或是通过 那当时我们提案的时候没有谈到这个助理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排在一起 所以才列为下午的议案 但早上也讨论过 当然下午还可以继续讨论 但是因为他们部长请假 所以教育部部长下午没有出席 所以先向各位委员报告 那我们今天特地下午主要的议程其实是要邀请劳动部就 周休二日制度采一例一休与三处国定假日七天政策的修法 如何有效降低台湾劳工长工时来特别列席专案报告并被咨询 那我们今天啊 那接下来可能就要请劳动部和教育部来做报告 那向各位报告因为早上是联席 所以联席的委员就 本联席会就有29个 所以发言时间比较短 但下午是就只有我们未还委员会的委员发言 所以时间可以比较长一点 那我们今天每位 但是也因为只有半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每位委员寻找的时间是8加2分钟 那练习的委员大概是8分钟 那同样的我们大概在通常都几点的截止登记 三点半 三点半我们就截止发言登记了 那委员如果有书面咨询的话 请于三位前提出预期我们不受理 那本日也不处理临时提案 现在我们就请劳动部就第一第二项议题一并报告 来 主席各位委员 那么首先针对周休二日制度采一例一休 以删除国定假日七天政策修法 如何有效降低台湾劳工厂工时 进行专案报告 那么首先有关于周休二日制度采取一例一休 这个是我们认为现阶段最务实可行的做法 那么这一次我们有关周休二日的争议是因为 起因于部分契约将每一周40小时的正常工时 安排在六个工作日当中 导致没有办法落实缩短工时 以促进周休二日每一日所引起的 那么为了有效落实周休二日的立法议制 我们部里面 那么明定每七日至少应该有两天的休息 一日为例假 一日为休息日 那么为什么这次休法我们采一例一休 主要原因是因为如果劳基法 那么采每周两个例假来规定的话 那么劳之间几乎毫无合理运作的空间 就很难符合劳固需求及企业的运作 全世界好像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劳动法令 采取每周两个例假这样的一个立法例 那么经过评估以后 我们认为采取一休一例是现阶段最务实的做法 为兼顾一例一休及落实周休二日的制度 我们部里面配套采取提高休息日出勤工资的计算标准 并且将休息日出勤的时数纳入延长工时总数的计算 这个做法可以使雇主在要求劳工休息日出勤的时候更为审慎 那么第二国定假日回归内政主管机关锁定 应放假日纪念日及节日之一致性的规范 那么国定假日本来就当应许纪念日及节日之主管机关 内政部锁定之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的规范 劳工法定工时缩减为每周40小时之后 国定假日应该要回归全国一致的规范 以解决当前劳工国定假日19天 跟公务部门国定假日11天的差异这个争议 那么第三有效降低劳工的工时 那么以双周80小时跟每周40小时相较之下 一整年下来正常的工时缩减104小时 相当于减少13天的正常工时 整体而言劳工之放假日 可以确定多出6天 可以有效保障劳工休假的权益 那么这次周休日的修法 不但将休息日出勤时速 纳入每月加班工时上限46小时的计算 并且增定工作时间及工资之计算 那么透过工时安排 总量管制 工资成本以价质量的方式 可以有效地保障劳工的权益 为了确保劳动基础法相关规定的落实 本部从104年起 已经扩大劳动检查的量能 积极办理劳动条件检查的业务 另外本部并且将启动 1955申诉的专线 受理整合各项劳动条件的申诉案件 届时将派员实施劳动检查 保障劳工的权益 为了要督促事业单位确实依法改善 劳动基础法已经在104年2月4日修正劳动基础法第80条之一的规定 那么令证定主管机关 裁处罚缓得审作与违反行为有关之劳工人数 累计违法次数或依法给付金额 为良法轻重的标准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专案报告 进行各位指教 接着报告第二个专案报告是 两原则实施一周年以后 检讨及未来 兼任助理如何前面劳固化的专案报告 那么有关学生兼任助理分流制度相关困难的问题 那么包括有 一学生迷来多有申诉 学校应应方式为潮 外在形式符合学习关系 但是在内在的实务上 确实存有 劳务对价等 从属性的这个劳固关系 那么第二是 学校订定学习型或是劳动型 兼任助理分流制度相关的规范 都没有办法以校内工会或是学生代表 透过沟通取得共识 所以很多所学校的学生 朝向以陈情或抗议的方式来表达意见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 因为监察院纠正及行政院诉论案皆强调 劳动检查入校园违反大学自治 造成相关的申诉案 必须先认定无学习关系以后 再由劳工行政单位依法 来认定有没有违反劳动法令 那么第四个问题 学校反映因为劳健保及劳退等费用的增加 至学校整体经费不足 或无法逐而禁用身心障碍学生为由 朝向减少使用学生兼任助理 引发学生团体承勤抗议 未来改进的策略 那么我们有两个策略 第一个是要求各校落实校内平台的机制 确实执行与校内工会或是学生沟通学商 相关兼任助理的分流制度 那么本部为了尊重大学自治 将与教育部持续来辅导 协助专科以上学校 以定定校内学习 及劳动相关规范的时候 应该要落实与工会或学生代表 在校内平台机制进行讨论与沟通 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 以凝聚共识 降低学校与学生间认知的歧义 才能有效地解决校园的纷争 那么第二个策略是 强化劳动型兼任助理认定 及权益保障的事宜 本部发布的指导原则 已经针对劳动型兼任助理的认定 提供从属性特征之相关判断的指标 未来将持续检讨及补充该判断指标 并且加强办理劳工行政机关 跟劳动检查机构等 劳工行政人员的教育训练 促使各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 处理兼任助理申诉的时候 对于学生兼任助理 劳动权益保障的认定及判断 更有一致性 同时 若学生兼任助理 直接向劳工行政主管机关 提出申诉的时候 仍将本权责调查事实 并且通知教育主管机关 督促所述学校改正 以保障学生劳动的权益 以上报告敬请指教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请教育部报告 主席各位委员 今天应邀出席报告两原则实施议员一年后检讨以及未来大专校院兼任助理如何全面劳动化专案报告 为解决学生助理的问题兼顾大学培育人产的目的与保障学生兼任助理之学习与劳动权利 本部与劳动部于104年6月17日发布专科以上学校强化学生兼任助理学习与劳动权益保障处理原则 以及专科以上学校兼任助理劳动权益保障指导原则 并以两原则为基础具以推动 分流实施一年以来 外界对于本部处理原则以及延伸部分大学甲学习征劳顾的现象 仍有争议 为了回应外界的疑虑 教育部针对现行分流制度及处理原则提出了检讨改进方向 朝向将学生助理与学生与学校兼之劳固关系 由劳政主管机关依其原则来认定 同时我们也会研理更严谨的学习范围 确保弱势学生权益以及强化争议处理的机制 来减少相关的疑虑 在兼任助理分流现况以及权益保障部分 经本部调查160所大专校院104年上学期 各类学生兼任助理人数情形 总人数约28.3万人 其中学习型助理人数约15.2万人 劳固型助理人数约13.1万人 分流后属于劳固型助理者 本部督导学校应依劳动法律将学生纳保 以保障其劳动权益 以课程学习或服务学习为目的 之学习型助理 本部疫情学校依照前述处理原则 以及校内的规范 告知学生相关权益 以及增加危险性活动 要提供家保措施 来落实学生的申诉 以及争议处理机制 保障其权益 在学校分流运作方面 目前所有学校经以完成 校内的整体分流的规范 以及建立争议处理原则 有超过九成的学校 邀请学生或公会 代表来参与 争议处理的机制 分流后 为了保障坚韧助理的权益 本部也协调 包括科技部在内的相关部会 针对补助计划的使用规范 进行调整 降低学校的财务冲击 学校也针对学习型坚韧助理 具有危险性活动 额外加保 目前也有八成学校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加保服务 另外教育部也督导学校 要优先征询禁用 伸脏学生 并大幅的增加禁用的人数 同时也跟劳动部 学者专家 工会 学生代表 组成了跨部会审议平台 研议修正大学法 学校分流制度的运作 跟处理争议的个案 在分流后相关的争议 及冲击处理的部分 因应外界质疑 由少数学校假学习知名 行劳动知识 衍生分流后 学习与劳动分纪 未尽明确的争议 请本部将 兼认助理全面牢固化 因为这样子的做法 有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学习型助理 学生的学习权益 尤其会冲击到学生 与老师之间的关系 学校学习活动的规划 或是造成学校 在实务运作上 可能造成的 研究成果的 著作的归属等等 的冲击 同时也因为 劳动检查规范或是学校 基于聘雇 劳固型助理的成本等考量 可能也会稀释 学校为了协助 弱势学生的奖助学金 影响到 弱势学生的权益 但是为了降低 整个分流的争议 教育部未来也将朝 以下四个方向来做检讨 第一 学习型助理与学校兼 劳固关系的认定与争议 未来将回归 由劳政主管机关 以其原则认定 如为学习或劳固认定争议时 将提本部跨部会平台进行认定 二 本部将检讨 研修现行的处理原则 本教育主管机关 就学习领域范围的认定 以及权益保障等事项 朝向订定更严谨的 学习相关规范 避免大学过度扩张学习的范围 同时已经编列 学习型助理危险加保的经费 来协助学校替学生加保 第三 基于协助学生安心就学的本意 本部将研修处理原则 纳入有关 弱势学生服务过程保障的 相关规范 来明确界定 弱势学生助学权益的相关 保障范围以及助学措施 第四 强化整个争议处理的机制 未来学生或相关团体 提出申诉或检举时 本部将主动协调学校与学生 共同来研除 或是提到本部跨部会 审议平台来处理 有关学校争议处理的样态 研商会建立各类型的运作模式 来提供学校做具体的参考 最后 为了完整收集学校 学生及工会的意见 本部与劳动部课证调查 前述团体的意见 试收集完成之后 将纳入整个分流制度 检讨改进方向的参考 以上报告 进行委员指教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开始寻答 首先我们请陈颖委员 主席先请劳动部长 请郭部长 陈颖委员好 部长好 我想有关于行政院拍板的 这个劳基法一例一休的这个部分 我想请教部长几个问题 依照这个公务人员服务法的第十一条 公务员每一周 应该有两日的休息 作为例假 那业务性职特殊机关 得以轮休或用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方式来行之 所以我想这条意思应该就是 休息日 可以是例假日 那也可以不是例假日 而是单纯的休息日 是 好 那所以就说部长 你认为公务人员的 周休二日 它是例假日还是休息日 它是例假日 它定义跟我们劳基法的 例假日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问你公务人员 对公务人员是可以加班 可以办活动 所以我想本席是认为它就是一个休息日 那一周应该有两天的这个休息日 那有没有指定是礼拜六或礼拜天 礼拜六和礼拜天 公务人员目前是有啊 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有 有诞书 有诞书 所以你不能说完全有嘛 所以他还是有一点弹性啦 有一点弹性啦 应该这样讲 不然怎么会有诞书 对不对 那不然你说公务人员 警察呢 那飞航 像那个飞航管制人员啊 他就没办法休六日啊 对不对 还是他们都六日都不休息 所以这个就是诞书的存在的意义嘛 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像这个服务业 劳工 服务业的劳工 反而如果他周六周日 他要上班 如果法律可以授权 这个事业单位 自行来订定 透过这个团体协约 或者这个劳资会议 事实上 这个争议就可以被解决 有诞书 这不行吧 他不见的 我来说一下 是 我们关心 因为现在 适用劳动基准法的话 因为各行各业 就刚刚提到 像一个各行各业 他不见得 劳基法并没有规定 所谓的休息日 就是星期六 例假是星期日 他是可以透过各行各业的工作 有劳资双方去约定 双方去约定 哪一天是例假 哪一天是休息日 所以基本上我是说服务业 服务业劳工 他就是透过这个劳资会议 跟这个团体协约 就不会 对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争议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简报 这是7月3号的中时的新闻 贵部的官员呢 坦诚一例一休 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合法的无薪假 那并与诺缩增加这个休息日的名词要入法 那我想请教一下部长 像这样的情形 你们应该要怎么补救 包围 第一是 我后来了解了一下 我们没有人去做坦诚这个事情 那不然是长期权 没有人坦诚 但是有人怎样 我后来我们有花了一个新闻稿 花了新闻稿 针对这个这样的误解 我们特别去澄清 所以这样是没有 我们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让他们在休息日变成一个无薪假 就是中史他这一篇是写错的 我不敢说他们从哪个角度切入 不过我们看从头到尾 我们在修法的过程里面 从来就不会 也没有规划 让这个休息日变成一个无薪假 我们原来就是 当天就是工资照给的 所以不会有这个 不会 绝对不会有 无薪假产生 绝对不会有 那休息日的名词要入法 是 休息日要 就是在我们的36条里面 24条 所以这个官员坦诚的一半是对的 还有中史写的一半是对的 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 我们这次在做的修法 其实并没有 绝对没有说要让休息日 是一个无薪假 这一点我们特别在 大家非常担心 这个部分你们要讲清楚 绝对没有 那休息日的部分 我们在新的修法里面 是在36条 是7天有2天的休息 其中一天一日为立假 一日为休息日 这名词为出来 然后也在特别在24条里面 有提到休息日 他的加班的一个 时数的部分 也特别说明说 什么叫做休息日 是指因为法定工时的缩减 法定工时缩减产生 无需出勤的一个时间 法定工时原来是一周48小时 演变到两周84小时 到现在一周40 所以从48小时到现在一周40 多出来的8小时 就是所谓 我们现在定个名词 叫做休息日 我对你们还不错 让你有充分的时间说明 所以大家听清楚 那个你们里面的官员呢 要讲的话不要讲错 这样也不会害人家写错 那其他如果还听不清楚 待会儿其他委员会继续追问你们 那我再请教部长 就是说一旦休息日定义在 这个劳基法第39条之后呢 那我们讨论一下这个 非实心制的工读生的部分 那假如说他一个月就是 工作个十几天 那比如说每周这个工读生 他是135上班 那请问部长 那246是不是 就是等于工读生的休息日 那如果按照这个新版的 这个新修正的版本来看的话 那加班费是不是就是要double 那如果遇到国定假日 又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我先说明一下 现在所谓的工读生 不管日 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认为 是部分工时的劳工 他所谓部分工时劳工 他就是一周工作时间 平均 平均一周工作时间 大概是低于40小时 目前是这样 就认为他是部分工时的 所以他现在部分工时的太阳 有可能刚刚委员所说的 他平均135他上班 246他没有上班 是不是246就是所谓的休息日 他是不用上班 但是到底是哪一天 一个礼拜七天 他上班三天 有四天不用上班的日子 到底是哪一天是立假 哪一天是休息日 我们希望老师双方 能够事先约定好 这样才能够确定 他立假是完全不能出勤的 如果在他休息日 那天出勤的话 才会有休息日加班计算的方式 看起来休息日也会很多 没有 一个礼拜就是两天 其中一天叫做立假 一天是休息日 只有一天是法定上的休息日 对大家他一个礼拜工作三天 对他有四天 一个礼拜七天 他工作三天 所以有四天是不用上班 这四天当中哪一天是立假 哪一天是法定的休息日 另外有两天 他是完全不用上班 OK 好 那按照你们这个 就是劳委会79年的这个函事 主要的意思是说 劳工加班后 那必须就是同意用补修的方式 来放弃加班费 那新法如果修正之后呢 这个函事会不会说 让雇主有一个 规避给付double加班费的依据 那这样对劳工不公平 是不是连同这个函事的部分 都应该要来检讨 他存费的必要性 或者你们有其他的解释 好 谢谢委员关心这个议题 大家也很担心说 到时候修法之后 雇主会不会就强迫劳工 全部都用补修 就不给加班费 事实上这个函事 特别很重要的是 这个补修这个权利 劳工不能够事先抛弃 我还没有加班之前 我不能够说我就是要补修 一定要加班的事实成就之后 他取得了加班费的权利 他来选择我不拿加班费 我要用补修 加班事实成就之后 劳工提出来 我不领加班费 我要补修 前提是这个发动权是在劳工 我想这个也必须要有确定 没有合法被迫的一个情形 因为前面这个补修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是迫于无奈 我曾经 这个不要讲了 真的讲得漏气 好 那我们 我想再请教一下 就是依照新的修法而言 休息日加班4小时以内者 以4小时计算 那超过4小时的呢 4小时到8小时 我们就会以8小时计算 那超过8小时到12小时 就以12小时计算 我觉得这样的算法 就是说当然我们来 我们是同意就是说 劳动部这样是利益良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低薪的问题 不是你们劳动部一个部会 就可以解决的 那而且刚才这个算法 我觉得字面上 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 就是说你比如说 超过4小时8小时 你们可以用比较高的 这个时薪的这个 看多少钱 加多少钱去计算 因为不是 因为这样对于 我觉得大家 最后会绕得在4点5小时 5小时 或者在 在这个9小时 这种13小时 这种时数 时数里面在那里计较啊 那我想就是说 我们这个新修正的算法 是不是会造成 另外一种劳资紧张 会不会引发更多的这个劳资的纠纷 我觉得 应该是反而不会 因为从第三个小时开始就 就会加嘛 所以 反而是让雇主不会随便的叫你加班 超过 是这样没错 但我刚刚讲了另外一种方式 其实也是 也是就是 就 其实我们意思是一样 就是提高那个加班费的意思嘛 好 所以我想说 我们法律的设置 就是说 不要设一个漏洞来造成双方的紧张 好 那说请你们这个部分要审慎评估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洪慈雍委员 好 副长 我首先我先来问到这个大学的一个 健身助理的一个问题 部长问一下 我们劳工的定义是什么 就是提供劳务获取报酬 只要是受雇主雇用从事工作 而获得工资的人 这在我们劳基法第二条里面有定义 那去年呢 劳动部发布这个专科以上学校 兼任助理 劳动权益保障指导原则 去发布这样的一个指导原则 基本上劳动部应该是认同说 大专院校这些兼任助理 应该是有提供劳务 那他算是一个劳动者 所以你们去颁布了这样一个指导原则 所以他们应该要纳入劳基法的保障 那我们就是负责就是要定一个规范 为这些提供劳务的 好 那同一天教育部也颁定了另外一个处理原则 就把它分流了 做了一个叫做学习型 然后一分还有一个叫做劳动型 那其实最近的一个争议是来自于学习型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大学不乏一些顶尖的大学 然后他都把这个就是这个助理引导到这个学习型 那这个问题我相信教育部这边也都清楚 有很多的一个方式 比如跟你签契约 或是有一些假的课程 那或者是用薪资差的方式 让这个学生他被迫 或者是说要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学习型的一个 兼任的一个助理的一个职务 那我就要问到说 这样经过一年 教育部跟劳动部 你们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就是 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要修正的一个必要 以你们现在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有检讨的空间 但是在劳动部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认定的指标比较具体明确了 因为从这个劳固型的方面 我们这些指标其实比较容易去判断 至于是纯粹学习型的部分 可能教育部会比较清楚 那教育部说一下 是 跟委员报告 经过一年的一个运作之后 我们未来会针对学习的范围 会再做更明确的界定 也会提供比较具体的方案 那个方式让学校来参考 所以我们会 而且有关劳固型的部分 基本上我们会尊重劳政单位的一个判断 好 其实你们这样说 其实我会觉得有点困惑啦 因为学习跟劳务之间 其实有时候是很难去区分的 好 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实习生 全台湾有大概450个系所以上 现在都有实习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经调查呢 有75%以上 他是都没有付给薪资的 好 那我要问到 在季职院校他开立这样的课程 那他把学生送出去外面实习 不管是餐饮业或是一般的一些公司行号好了 他们去实习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付给薪资 然后要不要投保劳健保 跟委员报告 目前学校实习的部分 是由学校跟他所实习的场所 来做一个契约的一个订定 是属于双方的一个契约的一个关系 那目前的话 就是说因为如果是实习的部分 他其实还是在课程里面 他希望说到契约里面 会有获得相关的实习的一个课程 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些 一些实际上有一些 微量的一些工作的部分 在他们契约里面 是会有一些薪资的一个给付 那至于说他工作的性质的部分 是如果说有实际工作的部分 是应该要保那个保险的 劳健保的 所以薪资是看说 有没有实质的贡献 然后固执自己去判 就是去判断 那劳健保的部分 他们基本上是要的 是这样子 好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实务上 其实我有一些业界的朋友 他们有收实习生 但是收了这实习生之后 他非常的守法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规则 去判定说他收了这实习生之后 到底要不要付给薪资 那到底要不要给他劳健保 那他就来问我 那到底我们要遵守什么样的法规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这个学校也很奇怪 他就跟雇主讲说 我麻烦你 不要给他薪资 那也不要给他劳健保 因为这样会造成我的困扰 因为我可能其他的学生没有 那这样子会造成他们的一个比较 那我想要请问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 跟委员报告 其实他实习校外实习 其实校外实习是属于课程的一环 那如果说 它是属于课程的一环 其实 有些学校 他是不是去领薪资 是学校还要付他实习的费用 给那个实习的场所 那学生在那边实习 其实他重要的 可能不是那个津贴 他其实是能获得 这个企业里面很多的know how 他实习的一个部分 但是但是我们我们也是鼓励说企业如果更好的条件是会能够给这些 算是我们的学生 有更好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津贴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学习跟劳务之间是很难去区分的 尤其是现在的实习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参加一些学校的一个实习课程就可以知道 他到底是劳务还是学习 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们实际到现场去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了 那我要提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种劳动的一个劳动权益的概念我们是从小养成的 我们现在一直在说我们的这个劳动权益比不上先进国家 也说跟我们现在很多劳工说我们不要去比先进国家 但是如果我们这种观念如果不从小养成 那我们永远就是一个奴工的一个国家 所以这是我要说的 不要跟这些学生说 因为你这个在学习 跟这个不是单纯的一个劳务的一个关系 然后去说服他们说他们没有这个基础的一个保障 这是我今天要点出来的一个问题 那接下来教育部可以先休息 接下来是一例一休的问题 其实这个部分其实上周的这个市政总资讯的时候 我已经有跟部长跟院长做过这个讨论 那其实时代力量的立场我们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希望是以两例为这个目标来前进 好那今天我要讲的是 其实今天一早我们的招围有讲到 我们全台湾现在享有权利的这些人 我们这些权益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都是争取来的 那上礼拜我也给部长看过这一张 就是我们冠老板的天堂这一些 就是金鱼录 然后等一下这张我再给你 因为其实我觉得看的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天我也念了几则 对 交个案例我们把它记起来当教材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就是部长把它放在心上 因为我们一直期待新政府 是真的是进步的力量 当时候蔡英文总统他一直在讲说进步的力量 那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进步 这部分我希望 这个我等一下留给部长 你好好的去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想给劳工好一点的一个劳动条件 避免他过劳 是我们这次修法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不要忘了这个目标 那另外我还是要重申 我们反对这个制度过于复杂 上礼拜我也说过了 我们现在制度太于复杂 现在劳工跟资方的一个实力 太过于悬殊 好那很多的一个企业 其实都有气管公司在教他们怎么规避劳机法 这件事情我相信部长也知道 对那所以不是说我们的制度去强调说 劳资合一 他们两个双方去讲好就好了 好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劳资是非常不对等的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昨天有讲过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例一休 就有雇主他去要员工签这样的同意书 他说他愿意礼拜六来配合出勤加班 那盼能增加收入实感得便 还要谢谢公司 希望他礼拜六可以来加班 要他填写这样的同意书 那当然也有就是夜间的一个 出勤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同意书 这种东西其实实务上面很多 所以我今天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劳动部 这些东西其实是在劳资不对等的状况下所产生的 那为什么欧洲他的一个劳动权益会这么进步 那是因为他们法令规定非常的严格 他们很多的一个商家不是24小时营业的 他们有规定说他们五六点可能一定要关门 那如果没有关门的话他就要罚钱 因为政府很清楚的知道说如果他不管 这个劳工他没有什么权力去跟这些大资方 来讨论这些事情 所以他用强制力去介入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不要忽略就是资方的一个强大 以及劳方的一个弱势 以上再次再次的提醒 好 谢谢 谢谢委员提醒 好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王玉民委员 谢谢主席 主席我们是不是请老道部部长 王玉民好 部长好 部长你有没有听到蔡英文总统说 您现在推出来的一例一休是进步的立法 本期要请教您哦 我不知道蔡英文总统所谓进步的立法 进步的定义何在 您认为你的一例一休进步在哪里 只要是比过去比现状好的都是进步 是进步的立法吗 那可不可以告诉本席 在世界上其他的这些国家里面 有谁有这样子所谓一例一休的版本 我们收集到的资料大部分都是只有一例而已 我们增加 所以你们新创了一休嘛对不对 一休是我特别说比你说这个是一个过渡时期 我们的目标还是恶力啦 目标是恶力 那就直接恶力啊 为什么要目标呢 因为现在已经有委员的版本 已经提出来是恶力啦 但是现在我们第一个我们的 你们常常都会画一个大饼 然后让劳工充满了希望 就像过去的这个所谓的七天假一样 民进党党团现在立法院退回去这个版本 让所有劳工说 我们的这个被删掉的国定七天假要回来了 然后你们就讲得不清不楚 让所有的劳工充满了希望 从头到尾都很清楚 你们从头到尾都很清楚 是说的不清楚 对不对 故意说的不清楚 好 本席要进一步问你的 就是说你们所谓一例一休 自称为是进步的立法 那这个进步的立法 其中你们的确新创了 就是说其中有一个是 四小时以内以四小时计 是 那这个部分本席要请教你了 这样子的一个进步 独步全球 请问有没有哪一国的法律 是在我们的劳动法令里面 把这样子写进我们的法条里 有没有 有或没有 不晓得有没有 但是最起码我们这个 你们应该做过功课 可以防止雇主 把公时 你们这应该不是凭空想象 应该之前会做一点功课吧 有或没有 市长有或没有 我只考虑针对我们国内 有可能有这样的问题 没有嘛 所以意思就是没有啦 那所以我们所谓的 进步的立法 到底有没有进步啊 我想大家可以好好来评价 但至少 劳团他现在 发出抗议的声音 他说 你们的一例一休 是冒牌的周休二日 冒牌的周休二日 你知道为什么 劳团要这样讲吗 我觉得我们是 货真价实的 货真价实 绝对每一个劳工 你们一例一休完之后 他就可以每个礼拜都真正周休二日 如果没有 部长你要不要下台 因为我们各自有配到 如果将来你的一例一休通过之后 有劳工申诉说 他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周休二日 他一个礼拜还是只有休一天 你要不要下台 我一直都有努力的空间 所以我大概不用这样子 所以你刚刚讲的 斩金结铁麻烦你收回这句话 因为劳团 敢说你们是冒牌的周休二日 他是有所本的 如果对自己推的东西 没有信心的话 我就不用推了 所以你赶快为你的政策做保证 如果你的一例一休通过之后 今天劳工没有办法 真正落实周休二日 你要不要为你的政策负责 我一定会为我的政策继续推动 继续推动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民进党很多的政务官 就是他说我的政治责任 不知道在哪里 从冯世宽部长 我们这个整个飞弹 物色危机这么大 他就说我要在这个位置上 才可以改革 你自己推动的政策 应该敢为自己的政策负责 接下来本席要请教你的 你们之前 把你们的一例一休 吹捧得这么好 甚至呢 有民调公司 说你的这个做出来的民调 85.8%的民众 支持一例一休 然后支持两例的是53% 你们这份民调出来之后 外界都傻眼了 因为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民调 完全违反劳工 他的想法 然后这样的民调还敢公布 我要请教你 你这样子的民调 没有公布 我们劳动部没有公布 那谁帮你公布 我们本来是把当成内参的资料 但是有一些 那谁把你泄露出去的 有一些因为 行政院带你公布对不对 那行政院发言人该被谴责了 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都是 行政院发言人 行政院帮你公布的哦 那他怎么可以在劳动部 没有允许的情况底下 行政院硬要把这份资料公布出来呢 因为你们自己都觉得不妥 是这样吗 因为我们在内部开会的时候 有把这个资料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知道 所以你是说有人泄露了 这也不算泄露 就是真的是 本意上我们是要内参的 所以是不是刻意去做 那部长你可不可以今天在委员会 你自己回答 你这份民调 你相不相信它的真实性 它有没有可信度 85.8%的劳工认同 而且赞成一例一休 反而35%的劳工赞成二例 你不觉得这个民调很吊诡吗 违反常识吗 要看那个题目是怎么设计的 那他题目有没有引导 你有没有看过这份民调全部的内容 当然有看过 有没有引导 有没有误导 这是外界现在批评声音最大的 我可以让部长看到 你是勤鬼拿药单 你今天找的这家民调公司 我们看最后这张 这家民调公司过去 在2012年的总统民调当中 由台湾智库委托他们做 你知道他当时的预估 当时呢 他都预估说 11月6号的时候就说 马英九跟蔡英文呢 民调很接近了 只剩下0.9% 然后呢 11月23号 甚至蔡英文超越马英九了 最后呢 1月2号的时候 他说蔡英文超越马英九高达4% 最后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马英九赢了蔡英文6% 来回相差将近10% 有民调公司这么不准的吗 当时他预估宋楚瑜更好玩 他之前预估宋楚瑜有高达11.1% 最后出来的结果宋楚瑜只掉到只剩下2.77% 这就是这一家民调公司的数值 然而你们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劳动议题 你竟然请鬼拿药单 还委托这一家 是不是你们指定的 不是应该是按照一定的程序 不是劳动部委托的吗 那谁委托行政院 但是他有一点的程序要去 那就是你们啊 对但是应该是公开评选的 有公开评选的过程吗 你几月几号委托的 这个我可能要查一下才知道 市长你讲 是不是在你手上发出去的民调 不是吧 是 是谁啊 整个劳动部都在现场是谁出来 应该是统计单位吧 今天没有来吧 统计单位没有来 有没有 有啊 来上台 几月几号委托 你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委托这一家精湛民调 过去他就在大选里面 做这样子的一个 很不准的一个 民调的一个报告 好啊 市长你负全责你回答 好 跟委员报告 几月几号委托 然后有没有经过正式招标的过程 委托的经费是多少钱 我们整个案子 我们所有的采购 绝对要依照政府采购法 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就好 来 那整个案子我记得 呃 整个案子是 确切日期我要再查一下 大概 不要到委员会来 就什么事情都记不得了 对 这么近发生的事情 想要掩盖什么 然后那个是 整个金额大概是9万多元 在10万元以下 10万元 几号 几号发报出去的 应该是 几号就获得结果 你们应该很知道这份报告 很多委员都拿到 到目前为止 本期的办公室都没有拿到 而且还发了变迁过去 这个就是故意的 所以其他委员的办公室 我这边的变迁 我在6月 我这边有出一个变迁 非常清楚的变迁 这个骗不了人 你们也有收到 当时你们说 你们劳动部没有完整的资料 你们不可以提供 结果同样的当天下午 有别的委员 办公室 拿到了你们的民调资料 而行政院 也大为公布了 刚刚部长的说法是说 你们没有公布 是有人泄露出去 那是谁在泄露 是行政院自己 透过媒体告诉大家的 去定调 这样子你们的一例一休 是有高支持度的 所以要赶快拍板定案了 这是不是又是另外一起 先射箭 再画吧 这家民调公司 过去在这样子操弄 总统大选 相差来回高达10% 今天你们要做一个 重要的劳动政策 你竟然又委托 这样子的民调公司 你的委托过程 你有评估过其他家吗 你公告多久 这件事情本期要查到底 不可以在这个过程 刻意的要去呼噜 我们的劳工 你们以为你们发表 这样的民调 大家就会全部接收吗 所有的劳工都知道啊 如果可以是恶利的话 当然是恶利比一例一休好啊 你们在欺骗劳工什么 要不然为什么你们说一例一休这么好 现在所有的在野党 大家通通都是支持恶利 如果有如你们口中说的这么好 为什么现在所有的在野党 包括时代力量 包括亲民党 包括国民党 我们现在挺的是恶利 而不是你们讲的一例一休 所以这当中我觉得民调不要刻意想要去操弄 用这样子假的数据 你以为所有的劳工都很好骗啊 被你讲一讲说一例一休比较好 大家就一直点头说一例一休比较好 劳动部你是跟劳方站在一起的 不是跟资方站在一起的 外界已经在质疑 你们劳动部快要改名变成自动部了 那你们这份民调 如果你觉得他的民调内容 你们也不赞成的话 你们就正式做出一个宣告 有关于金战 他做出的这份民调 劳动部不予认可 因为他的抽样有问题 他的问法也有问题 你们不认同这样的一个民调 你们才对得起劳工 要不然劳工已经觉得很奇怪 怎么跟我的意思是违反的呢 明明我喜欢的最想争取就是恶利啊 怎么会有高达八成五 反而是支持一例一休呢 这样子的民调很不可取啊 这会帮你们留下一个很坏的记录啊 所以你们如果勇于承担的话 你们应该对外正式宣告说 劳动部不承认这份民调 因为他的民调结果 跟现在劳工的意思差太远 取样有误 利益取样 而且刻意引导误导 而且像类似这样的民调公司 劳动部你们要慎思啊 以后再用这样的民调 你们再做什么要报告出来 没有人会相信你们的调查报告的结果 麻烦选 要选择客观中立的民调公司 不要用这种过去在总统大选 就刻意要用这种假民调去操弄的 这种民调公司不可取 所以我事后要追究 是谁选定这一家民调公司的 这个我会继续追究到底 包围我们这份就 我们会列为我们内部的参考 所以你们不认可 他是可对外公告的一个民调 还是有参考的意地 还是有参考的意地 但是一例一休 一例一休绝对是不可以参考 他高达这么高的支持度 绝对是一个假民调 看题目是设计的这样子 好谢谢 好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陈一鸣委员 好我们谢谢主席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郭部长 请郭部长 陈伟也好 部长午安 那个就接续刚刚那个 我们王一鸣委员问的 你知道金站公司的之前老板是谁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那你知道民进党的 民调中心的主任是谁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告诉你就是郑俊生 就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郑俊生 他之前是金站公司的老板 现在是民进党 民调中心的主任 这个叫什么 马屁都拍到马脚了 报告委员这个民调进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从来不会去care这个 到底是谁是什么 应该是如此 我是看他的题目设定出来 他的结果 但是有没有利益冲突 或者是 有没有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 你们也应该要考虑一下 拜托一下 因为视线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真的是 完全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 最好是如此 真的是 从头到尾都不知道 谢谢 谢谢 我是提醒你 谢谢 因为这是同一个人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里面 民进党的民调中心 在这个领域过去也没有 这家公司的老板 很特别 其实你了解说到底是 有点common sense 拜托一下 这个是你的common sense 下一张 我们来讲一下 大学兼任助理的事情 我们想知道说 大学助理 其实现在是有分 学习型跟劳固型 那现在引起争议的 就是这个学习型 因为学习型 根据他的这个整个的 你给他的一些给付 或者怎样 就是他就是不能够列入 这个劳基法的保护 对不对 好 现在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也知道说 现在大概全国的 这个劳固型的助理 就是好像你们 教育部也有统计出来 全国的学生兼任助理 总人数大概是有 28万3000多人 而且呢 在分流了之后 发现就是学习型的 大概有15万多人 劳固型的有13万多人 所以大概是1比1左右 对不对 我们教育部的这个官员 在这边嘛 对不对 好 是 那下一张 可是我们看 在6月6号 今年的6月6号 阳明大学 我之前也是在 阳明大学服务 阳明大学的这个学生 他们的劳权小组的成员 苏子轩 他们就有一个 记者招待会 而且是选择地点 就是在学校的这个学务中心 学生事务中心的门口 他们说 阳明大学的这个校内聘雇的 兼任助理 1800多个里面呢 9成都是没有劳动保障的学习型 那只有不到一成的呢 是属于这个 就是劳动型 而且劳固型的 请在下一张 那其实我做了个表了 1809个阳明大学的 聘的这个兼任的助理里面 8成8的 1592个是学习型 只有217个是劳务型的 那我今天中午呢 其实也打电话给我们 高雄医学大学的那个学务处 然后竹目以 然后人事室 他们给我一个资料 高雄医学大学是一个私立的大学 你看它的学习型的 233个占31% 相对的劳务型的518个 占了6成9 总共的有751个 兼任的助理了 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 好像高雄医大学是比较 比较合理一点的 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劳务型的占了三分之二了 学习型的是占三分之一了 但是阳明大学呢 是学习型占了八成八了 然后劳务型占了一成二了 但我们知道说 现在教育部对这种事情 常常在讲是说 学习型的很难去定义 所以有些状况就是 到底什么情况 是叫学习型 学习型好像就是说 是要以学习为主 不能够老是在那边做 这个劳务的事情 例如说送公文 跑腿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常常事情是有难免 没有办法绝对的分别 所以我们常常说学习型 常常是要念学位的 简单讲 是不是 说硕士班或者博士班的 兼任助理嘛 对吧 是 主要是跟毕业条件或研究 对啊 所以才叫做学习型嘛 所以其实要分也不是那么难分啦 所以呢下一张 所以你们其实是 兼任的这个助理 其实劳动部 你们其实也是有去 后来有去查 对不对 去年有去查 查的结果有14个学校 好像是有违法嘛 下一张 好 所以劳动部去查出来 有14所学校违法了 这14所学校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台大 政大 清华 交通 城大 师范大学 中正大学 中山大学 台湾艺术大学 到这之前 你看全部都是国立的 那高雄大学也被查到有违法了 然后彰化师范大学 辅仁大学 长庚大学 世信大学 反而阳明大学没有被查到了 好 不管怎样 我们看到有14所大学违法 那结果呢 结果有没有罚 部长 有啊 罚 有的部分我们有裁罚了 有裁罚 那结果到最后呢 行政院他们有的疏愿 然后可能行政院疏愿会考虑 他们就把我们也撤销了 所以行政院后来撤销 行政院撤销的原因是什么 报委 撤销 我的了解是因为我们定那个指导原则 之前他们认为说你之前没有告诉人家一些原则 学生要抗议可以 但是其实不要做一些人生的这种 不想是攻击或者言语的这种东西 其实这个是教育的一环啦 我要讲的是说 如果这些学校带头违法 这些学校校长都应该请他来这边 练习一下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嘛 那到了教育部的有22所学校嘛 这22所学校你们后来有没有去劳检过 或者之前有没有去劳检过 7所 我们最近有7所 有去查了 7所 认定都有违法 告诉我是拿7所好吗 最近查出来的是拿7所 所以这个就是 是累犯吗 如果这7所是累犯的话 今天部长不在了 次长在吗 次长也不在 副司长在这边 副司长在这边 我们能请你请 回去带个话给这些部长 就是这些学校 如果是国立的大学 部长是不是应该请他们这些校长来教育部 跟他们谈一下 对不对 今天的状况就是说 我们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不要带头违法嘛 对不对 该给人家的给人家嘛 其实你说真的那么难分辨吗 应该不是那么难嘛 对不对 这个不会有走在灰色地带 就算是有 应该跟学生说清楚讲明白 我相信学生也是知道道理的嘛 对不对 那你如果一直查一直罚 就代表说这个学校的这个主管 连校长他都没有办法以身作则 他连这样子的一个很基本的劳动人权 都不愿意给学生 那教育部难道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至少可以请校长来吧 是不是 来请说明一下 报告 在这一块我们部里面还是有一些政策工具 如果说学校一再的没有依照我们 跟劳动部的两原者处理的话 部里面我们会在我们的一些 又有纠正线期改善这样的措施 会要求学校处理 那可以叫这个校长下台吗 因为校长的那个临聘或是解聘 都有一定的规定 是啊 那不是部长在临聘的吗 如果他都带头违法 而且屡劝不听 基本上如果说 大派小孩大小 不就应该叫他下台吗 可以吗 在那个教育人员条例里面是有说 如果校长要解聘的话 他可能要符合一些条件 比如违反职务 违反法令之类的 违反法令嘛 那这个劳动部觉得有没有违反法令 这个可能 可能要教育部去处理 我想劳动部有点超越了 你们是执法的 劳检是你们在劳检 对 我们劳检的话就对学校 讲一下是哪七所学校 唸出来 来 你再唸 报告委员 确定 我们去查了这个 那违法的话是台湾示范大学 还有呢 报告委员 对 报告委员 我刚刚讲错了 这是有关于那个 违反劳棋法的部分 是 检查的部分 然后就是其他的六所 目前为止 还有一所是昆山科技大学 还没有确定那个检查结果 哪一所 昆山科技大学 但是还不确定台湾 其他部分 到目前为止是 没有 地方政府查是没有违法 所以就有两所 台湾示范大学跟昆山科技大学 对 师大是确定的 你们可以全面的去劳检吗 全面的去劳检 回应这个学生的诉求 昆山科大师还没有结果 不是违法 好 了解 好 了解 下一张 我想其实高教工会 他们有他们的建议 然后你们有你们的看法 高教工会 它说要全面落实学生兼任助理的 这个劳棋法的权益 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要全面废除违法的学习型助理 其实本期是保留了 其实有些就真的是在学习 学习型当然应该要存在 否则的话反而是因噎费时 让这些研究生 他们没有一个补助 另外第三个 扩大教育经费 补助助理纳保相关费用 这个可能就是教育部的问题 因为提到好像要十几亿的预算 才有办法处理这一块 对不对 好 那最后我想讲一下 就一例一休的问题 一例一休的问题 劳动部 我们看最后媒体的这个劳动检查 劳检的结果 你们在到今年的6月30号前一张 你说你们总共发现违法的规定的 有10722件 总共财罚金额310879万元 好 看下一张 那我的助理呢 就去勾集了一下 就发现说在上面 有一些违法的媒体 中天电视9次 远见天下9次 自由时报8次 都没有财罚金额 都没有 然后工商财经数位7次 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6次 全民电视台6次 也都没有财罚金额 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他们不发钱 跟委员报告一下 我们裁罚了以后 不是 就是检查了以后 按照行政程序法 还有一个陈述意见的期间 所以在陈述意见期间 还没处理完的时候 他不会决定裁罚的结果 大概会有一个空 所以还没有发制空窗期 还在空窗期 那最后一张 这个小应总统 他提示 对劳工在选举期间 有六大保障 郑委员可不可以尽数 好 谢谢 再十秒钟 六大保障 我发现是有三大跳票 第一个薪资要增加 但是这次这样子 一例一休修法后 其实假日的加班费是减少的 第二工时要减少 那这次修法后呢 假日加班的合法化呢 其实是工时是没有减少 最后一点 鼓励主工会 在这次修法中 工会的舆论完全没有声音 所以我想 郑伟怎么会减少 这个假日加班会 这个改成书面回答好不好 谢谢 请部长书面回应 好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李燕秀委员 请郭部长 请郭部长 李委员好 部长 我想延续一下 刚才王与明委员问的 有关精湛民调 这份民调公司 我过去参与过民调 委托过民调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至少也参与很多年 很多次 我很少听到做1085份民调 他的预算金额 98700块 我继续追下去 刚才你们回答王与明委员说 这一份民调 是谁拍板定案 要这一家精湛民调公司来做 谁拍板定案的 包围所有的公文大概都是 层层牵上来到 最后是我核定的 你核定的 是 好 那这笔预算 是用公务预算 是 有什么不能提供的吗 你们提供我这份民调报告当中 我问你们劳动部的同仁 这笔预算 从哪里来 你们告诉我不能回答 这是机密资料吗 不是 为什么不能回答 可以回答 那为什么不提供我资料 你藐视我啦 不会啊 我们一定 有没有回答我的助理 说不能回答 要不要马上对峙 部长你从今天早上 就非常油条到现在喔 我怎么会油条呢 我在这里 不可能会对 对委员油条 那就是你的同仁欺骗我了 也不会 可能是那个时间点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还是觉得是内参 所以那时候 或许我们同仁再回答你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可能不一样 部长 预算来源 只写了公务预算 也太简单了吧 总是有科目嘛 你们回答说真的只有这样 没有办法提供 我要不要跟你对职 我这里也有啊 哪一个预算科目 难道不能提供吗 哪里来的预算 做这份民调 难道不能提供吗 当然可以 如果委员认为这样子不够 你跟我们讲 我们马上就会再补充啊 事实是这份民调 我要了公务预算 哪个科目 要了几天 你居然不能回答我 我在这边 不跟你兜这个时间 但是我只认为 你劳动部 非常的油条 非常的可恶 再来我们来看 这份民调公司 它的数据来源 你们对的不敢对我 我们我们 你不用 你的油条不用再继续占用我的时间 我们后面看 这份民调是两面守法 黑箱的民调 还有董事长 我想从媒体上已经看到 是前民进党的民调中心主任 他的监察人李宽方 是前民进党 前民进党民调中心的副主任 这份民调 之所以离谱 做民调的1085份当中 真正的受雇者 只有544人 这份民调 按照所有民调公司 做过民调大家都知道 这份民调的可信度 其实并不高 部长 你这9万8千块 规避 采购法 你可以直接指定 因为他在10万块以下 第二 你觉得 1085份的民调 真正在线上 是受雇者只有544人 你觉得这个民调的可信度高吗 就像我们选举都做民调 如果问的都是18岁以下 没有投票权 所以我愿意支持某某人 你觉得这个民调可信度高吗 部长你直接回答我 我尊重相信他的专业 那我只认为说你可恶 如果 你只做出这份民调 八成是觉得这份民调准确性是很高的 没关系 你们就尽量做一些假民调 要来告诉自己自己执政成绩很满意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你们跟民调的落差 只会越来越大 你就继续闭门造局好了 委员外界的批评 我跟他们也沟通过 如果委员 我只能说刚才 我听到你回答其他委员 这是一个 进步的法案 我要再一次强调一休一日 一例不是周休二日 我再一次强调一休一例不是周休二日 我再三强调一休一例他还是不是周休二日 你刚才说你不会一步到位 对 你说 你刚才回答王与敏委员说 我们会分两个阶段 因为 一休一例 当然二例你也认为说 那才是真正周休二日 我们分两个阶段 既然你认为二例休 才是真正落实周休二日的话 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 现在的条件 现在的环境 我们认为这个时候 先实施一例一休 然后未来的目标到二例 这是最好的选择 好 那你也同意二例 才是真正最好落实劳工 有一天 两例休的法案 两例才是真正让劳工 比照军工教 可以一个礼拜做七天 里面有休两天 对不对 你同不同意 不是军工教 军工教现在两天是可以加班的 好嘛 那你同不同意二例才是真正落实 周休二日 那后一天大家的收入底细都增加了 然后那时候大家愿意选择二例 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部长 那你什么时候可以落实 你分两个阶段是什么时候 你下台之后再让下一任来做吗 这个政府是延续下去的 总是最后目标 你一定会实现啊 所以部长我只能说你很油条 十年之后劳工还是一样 你今天退一休一例 你只是要收回你过去 本来一上月的时候说 我要还给劳工七天的国庆假日 你退一例一休新的名词出来 不好意思 10到12是1.66 10到12是1.66 休息日 仍旧是1.33 休息日的加班 第一到第二小时1.33 3小时是1.66被计算 我这个表格有没有写错 比较准确的 比较准确的讲是 休息日是2.34跟2.67 工作平常第9到第10 工作日第9到第10 一样是1.33倍 11到12也是1.66倍 我这个表格 你先告诉我 有没有错 我看不太清楚 我看不太清楚 还是油条 不是 我眼睛 是要你告诉他 有没有错 报告委员 眼睛度数不过不是油条吧 你不会不知道 那我现在 我刚刚就告诉你 我真的是看不清楚 第9第10 我实话实说 你也说我油条 1.331.66 来 部长 所谓在媒体前面 你说 你说加班费有增加 我请问你 加班费 休息日的加班费 如果按照 平常工作日 第9到第10 1.33 11 12个小时是1.66 我休息日 我来加班 仍旧是1.33跟1.66 请问加班费有增加吗 我增加是说 原来像现在 现行的是 1加0.33 0.66 部长 你不要在这边 跟我兜这个数字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这个表格上面的数字 我确信 我也深信 数字是没有错的 如果平日的加班费的 每一个时薪的计算 是1.33 就11到12是1.66 休息日 如果仍旧是1.33跟1.66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 劳工当然 资方当然愿意 让他在休息日出来加班 因为加班费并没有增加 加班费并没有增加 我们希望 落实周休二日的目的 一休一离 希望在休息日 资方尽量 不要让劳工加班 最主要的目的 我认为 是出勤的条件 应该想办法更严苛 所以资方会觉得说 我要付这么高的 这个劳动成本 我尽量不要让劳工来加班 但是休息日 你并没有增加 出勤严苛的条件 因为加班的 每一个小时的时薪配 跟平日的加班时薪配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我要讲的 这是我要讲 第一 劳动成本的增加高度 其实并不够 那出勤的条件 其实也并不够严苛 包括 譬如说栗家瑜的加班 必须要报 各县市政府 劳动局同意 这样 你如果真正做 落实到这样 那当然资方 就不会随便叫 劳工来加班 我要讲的是 现在民进党 很多委员 包括林淑芬委员 本来私底下 他自己有一个提案 觉得一休一例不够好 好几位委员都是 包括民进党 好几位不分区 都想提 但是现在全部都晋升 所以我认为 我非常遗憾的是 所谓的民族进步党 现在没有人敢站在 劳工的权益 去批判你的一例一休 你的一例一休 你的一例一休 为了目的 只是要偷回去七天的国定假日 兩回事啊 这不是两回事 你一例一休 開始实施之后 你七天假日 还有给不给 你告诉我 你给不给 不是给不给的问题 你给不给 还有没有七天国定假日 你一例一休 开始实施之后 你告诉我 还有没有七天的国定假日 你只要回答我这个问题就好了 有没有 陈部长的时候就难道了 有没有 你不要回答我别人 你回答我有没有 你是主持者 你回答我有没有 有没有 就全国一致啊 你要不要收回七天 你一例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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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本来 你上任的时候 你说 要还给劳工七天的国定假 你上任假 就让我拉一路 你对跟你对 我讲了一百次都是这样子 我说落实做修二日以后 全国一致 你一例 你问题是你这个一例一休 没有落实做修二日 我刚才已经提了 所以你只是 匡一个一例一休 新的名词出来 我听委员不要只听后面一段 前面也要听啦 前面是落实做修二日以后 你不准啊你 燕秀委员 是不是因为时间到了 但是我要讲说 民进党籍委员 提案的事情 你根本不了解 所以你所讲的不一定是事实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林静怡委员 郭部长 请郭部长 林伟好 部长我相信 勞基法这件事情 我们后来发现有很大的 为什么出现了一些争议 其实是因为过去 勞基法的复杂 其实还蛮困难一次讲清楚 当然我们也必须说 可能我们的劳动部 怎么讲 你们错估了民众对于这个 相关法案的理解程度 大概也不是错估 真的 勞基法真的是相当的复杂 那你们就想说大家都好像一下就会懂 结果你们做13张蓝人包 连我看三次了 好 我们要改善 要改善 部长我这样跟您说 我还是很肯定 您那天发了这个宣布 就是说 我们把民国75年的那一个韩式把它给废了 那我向您表达我得到的一个名义 有一个在彰化的一个 他应该是那个汽车展示中心的朋友 年轻人 有一个小孩 他就跟我说 过去 他们曾经最高纪录 三个月只修了两天 他的公司要求他们只打上班卡 不打下班卡 所以 完全他们也不知道 原来我应该打下班卡 我才可以去要加班费 那他在最近一个月 他说他最近一个月他比较幸福 他一个月有修到三天 这样子 那我们的这个 废止民国75年的这个韩式 出来了之后 这个式令出来了之后 第二天早上 他的主管就跟他们所有的员工说 以后他们工作六天 一定会让他们修一天 我想 这个是一个开始 就是过去我们有很多的公司行 很多的雇主 他其实 自己可能也没有很好的研读 或者他研读得非常好 非常了解相关法令的漏洞 那欺负我们的很多劳工 不知道他有这些权益 不敢争取 那不过 我们去查了 这个是今年三月份 劳动不出的这个 保留工作与家庭生活 平衡的空间的一个手册 去说明哪些状况 我们可以 怎么样上班怎么修 那 假设我们用上次您的 这个命令 就是说我们把民国75年的 那个韩式废掉了之后 我们就是 做六天一定要修一天 是不是这样子 是 那在 可是我们在这个三十条 三十之一条 跟三十六条 当然过去是为了因应双周 八十四小时 好 所以有一些弹性公时的调整 那在三月份 劳动部发的手册里面 就有出现这样的一些建议 就是说 如果这样子也是合法的 好 那再下一张 那这个是把它拉的四周弹性 就是说 他可以去议定说 是不是去弹性 所以那个 在三月份的这个手册里面呢 他还是 他这样子 连续超过 五六七八九十 好 这边是几天啊 十二天 他在这个手册上 也认为说这样子 只要议定过是合法的 好 那当然比较 呃 我们在法规上 那时候的弹性是说 可以弹性到八周的 八周 对 所以八周的话 如果调节搞不好 会出现这样子 好 那我想请问部长 现在我们新的修法了之后 这样的状况 我们还是认同吗 现在四周变形跟八周变形是还存在的吧 好 我请市长来跟你说明一下好不好 是 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 刚刚提到两周跟八周的弹性工时 是 之前做这样的一个 这个韩式之后 大概就是隔六天嘛 对 是这样 就是六天一定要修一天嘛 对 我们希望保留劳工的体力嘛 我们也希望 对 是 那因为四周弹性工时是在 劳基法三十条之一 对 当时是为因应服务业的一个 纳劳基法的试用 所以定了三十条之一 对 三十条之一 这边有提到两周内 要有两天的休息作为例假 所以他 所以他还是会出现 还是会有一个 会比较一个 一个弹性的一个安排 所以他还是会出现 连续工作十二天才修行 对 因为服务业的一个特性 所以当时 在那个 现在修法三十条之一 那个弹性工时 我们事实上没有去做一个 调整 那我们这样的弹性工时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调整 因为既然上次的市令 做了这个 这个财市之后 大家都觉得六天一定要修一天啊 是 包委员 这个其实 已经行之有连 应该要检讨的时候 是啊 不过这一次因为我们想 单单一个 周休二日跟 国电加日全国一致 就已经有这么多的意见 所以我们觉得 下一波 要整个要怎么样检讨 我们得以为下一波的计划 没有啦 你跟下一波 你就这样再过劳 一直出事 就要去找门啊 其实 检讨的 这个作业是一直在进行的 但是提出来的这个版本 这次我们先先处理这个 但是 那个检讨的这个作业 一直在进行当中 部长我让你看那个八周的 当然啦 我也有 比较特殊的一个说法啦 有一些 我遇到有那个在山上做农作的 他们说 我的交通成本非常高 所以我到那个山上去工作 你叫我六天回家一天 那一天都花在车程上 所以他们过去有一些需求就是 可能没有到八周这么夸张啦 但是他们会倾向说 好啦我就 我就把我的价都累在后面 然后回家一次休久一点 我也了解 真的有民众给我这个考虑 他说 你们在台北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在山上的需求啦 我也必须说 我真的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思考 但是 当然我们站在最基本的思考是 你就算你在山上 我们也希望你做六天休一天啊 对吧 这些劳力不要这样不断密集的去使用它 希望它好好的休息嘛 那所以 我想这样子啦 部长 就像您刚刚提到 我们可以理解 比方说服务业 比方说这一个 某些特定的农忙时期 它真的会有特殊的工作需求 但是我们其实还有别的配套 譬如说84条之一 而且84条之一 它的这一个条件还要说 我如果要允许这个工作模式 是符合84条之一 我要报请主管机关合备 好 而且我们上次也要求您也同意了 84条之一 报请合备之后 要每年检视 半年 对半年检视 而且我们要每年有公告 要检讨 也就是说 84条之一是一个 让大家增加弹性 可是这个增加弹性 是政府也要参与其中 不是我们所谓的牢固讲好 政府不管 我想我们家现在最在乎的事情 就是政府其实不能任由一些不当的 劳动的状况出现 所以84条之一里面 已经帮忙 匡了一些这样的事情 可是 以现在您所说的弹性公时 在您这个是三月份 我相信 三月份我相信 上一任政府的时期 那时候发的这样的 一个弹性的状况 事实上以现在来说 它还是造成争议 它还是造成我们的一些争议 所以 是不是 另外一种思考是说 我们的这个调配 我们还是尽量把它调成 它的弹性就两周就好 你不要让它拉到八周这么长 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不是要考虑 您说 当然你现在去做大的动作 可能我知道 去弹性的很害怕 所以现在稍微叮咚 很害怕又去弹性 但是要做就做到底 让大家觉得 劳动真的有机会被保障 所以是不是可以思考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 弹性公时的同时 能够去做修正 譬如说 它的调动只能在两周内 不要去出现好长的公时 我累积都没有休息 然后最后你才让我去休息 譬如说有那种四周的 连续工作16天的 有没有办法我们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先把某些弹性公时 做一些比较好的调整 或者是修正 我把你的意见 真的我们列入 马上列入考虑看看 怎么样进行 包括最近其实服务业 一直有些声音 说什么专章 或是他们有很多的 这个时间调配的这些问题 一起纳入考虑 我觉得说不定 这样子把这个时间收短以后 也是一个解套的办法 是或者就是说我们 我们还当然知道 某些特殊的行业 它可能需要保留弹性 但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是在弹性之外 要先框一个保护嘛 我先保护你 那你中间你去弹性 可不可以吗 那或者是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 弹性公时的议定 也类似像84条之一 比照84条之一 这样子 它必须要某些特定行业 就像我刚刚提到 某些农忙时期 这一类的 它真的也不好聘工人 不好找 那它的那个 劳动的强度是 季节的差距 差距非常的大 那它可能需要 这样的调节 像这样子一类 比较特殊的行业 那我们在修订 这个弹性公时的 规范的时候 就类似84条之一的规范 这一类你必须要有这种 比较大弹性的 比照弹性公时的 这一类的职种 我们也类似84条之一 它讨论完之后 报请主管机关 也就是劳动部 或者是地方主管机关 去核可 核可之后 一样半年检讨一次 每年公告一次 让要进到这个职场的人 它其实就类似84条之一 它虽然有84条之一的弹性 但是政府依然保障 而且充分告知 有没有可能考虑这个方向 报委员我们愿意来考虑 愿意来考虑看看 怎么样来进行 刚才市长跟我讲说 有没有需要到修法的程度 或怎么样 我们来做另一部研究 是啊 因为我想我们查到这一本 是三月份印的 是 舊的 对啊 这是舊的 您是新的部长 那您一定会印新的 对不对 没有 要修正 最好 最好是如果能够有改了以后再印新的 是啊 改定了之后印新的嘛 所以既然要印新的 我们就在里面 把这些可能的疑虑都一一排除 好不好部长 好 我们来研究一下 谢谢 好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蒋万安委员 谢谢主席 是不是请郭部长 请郭部长 嘉伟好 部长好 我想今天大部分的民众 还有很多的劳工团体 对于部长您推出的一例一休 有非常多的质疑 甚至强烈的不满 我想甚至包括很多的企业雇主 资方他们其实也不买单 对于您推出的一例一休 很显然 部长您在推出这个政策之前 没有做好沟通 就这样强推一例一休 才会造成这么大的争议 所以我想今天我就对于 许多劳工团体 很有他们提出的质疑 我希望部长能够一一的很清楚 简单的做一个回应 報告委员 我可不可以先插一句 对不起 没关系 我时间有限 我想首先我请教部长 这个您所创的这个休息日 跟我们劳基法里面的 例假日的不同在哪里 劳基法例假日就简单的说 就是那一天就一定要休息 就是不能加班 不能够上班 那您创造的休息日呢 休息日是那天是可以加班的 可以加班 是 所以既然休息日可以加班 那这样还有落实周休二日吗 我说这是阶段性的设计 是现阶段 比较可以兼顾到劳之双方便 他们权益平衡 他们的权益的一个配套的 所以没有落实周休二日 折中 一例一休没有落实周休二日 只是过渡性 对不对 所以我们例假日有 例假日有两个配套 我们在休息日也有两个配套 就是希望能够让想加班的人 可以保障他的身体健康 但是又可以增加加班的收入 想要休息的人 我们透过我们检专线 或是我们的 加强我们的老检 当然可以休息两天 所以你刚一直强调 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 所以未来 不管哪一个方案 才是真正的落实周休二日 很显然现在 并没有落实周休二日 部长 您刚刚也一直在重复 用配套措施来让想要恶修的人 可以恶修 想要加班也可以加班 最后如果整个客观环境都成熟了 要走向恶利 所以那个是未来是 现在你推的一例一休 是没有办法落实周休二日 你必须要有其他的配套 保留一个弹性给劳工 同时给企业节 他们去转型 他们去调整 好 那你的这些配套包括什么 包括像 如果想加班的劳工 他有更高的加班费 就是第一 第二小时是 好 所以部长 对的确你在修法场案里面 这个休息日如果来加班 有非常复杂的这个 加班费的支付计算公式 对不会复杂 两种不同 所以 部长 有很多情况 雇主在精算之后 他考量了休息日要求劳工朋友来加班 的这个人事成本 所以压低底薪 在不增加他整体的人事预算 成本的时候 他可以肆无忌惮 要求劳工休息日来加班 所以这个情况 记录46小时 所以他不能肆无忌惮 对 但是还是会造成 让他休息日要求劳工来加班 对不对 他可以压低成本 所以即便你说 你修正查案36条 或者是你在计算公司的时候 不管给他几倍 雇主 他在跟新进的员工 约定的时候 他就是成本考量 总体的成本不增加 底薪压低 我算准你休息日 让你来加班的这个成本 总体成本不增加 他还是可以要求 休息日要劳工来加班嘛 所以这样子会造成变相 休息日 没有办法让劳工充分休息 所以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点出来是大家的质疑 认为一例一休 没办法落实周休二日 你提到这个可能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他不想加班的人 我们的配套就是专线 再加上劳检 让他可以不用来上班 因为上班 你要加班就是他同意啊 所以我实在说 我们两方面都可以兼顾 所以是有这种情况 我把这个问题点出来 所以部长你再推出一例一休 就是没有办法落实周休二日 因为有这种情况嘛 加上配套应该可以啦 但是未来 你的配套我刚讲的 加薪就是没有办法嘛 雇主会精算嘛 他的精算原来46小时 他没有办法 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嘛 好 另外还有大家的质疑 你刚刚也有委员提到 是 创造了合法的无薪假 完全不可能 好 部长 今天喔 休息日根据劳基法 不需要执薪 所以很清楚 雇主 他可以 跟新进员工约定的时候 他算日薪 比如说月薪三万块 日薪一千块 他可以说休息日 你不用来上班 不用加班 同时我不执薪 这是完全合法 所以造成 一个月 四天 拿不到工资 所以月薪原本三万 造成雇主给他2万6 休息日 现在已经明文规定 要工资照给啊 没有 你39条没有动 司长很清楚 我现在已经提案了 休息日没有 有啦 在你的长安版本里面没有 对 但是我们透过党团提案了 透过党团 所以你推出一例一休 根本没有完整周延的思考嘛 发现漏洞 还要请民进党党团 帮你修正 我跟你跟委员报告 所以 现在送进来 我们看到的版本 就是 有创造 合法 无薪假的结果 没有 我们当初是认为说 在立法的说明栏里面 已经有具体的例子 已经有另加给了 一加一 又三分之一 部长 你进来的版本没有哦 说明栏啦 说明栏 说明栏也没有 后来是经过提醒以后 认为说 这样子可能不是不稳当 部长 这个版本里面完全没有 所以根据这个版本 就是创造了合法的无薪假 部长 你不需要再狡辩 你现在要求民进党团 帮你修正 我就是怕委员 你需要靠党团来帮你 有这个漏洞 好 那我们就把 把那个条文加上去 因为原来如果是这样 部长 接下来 我时间有限 接下来 部长 前不久你删除了 撤销 连续工作12天的函事 是 好 所以 希望 能够落实7天 有一天立假 好 可是草安版本里面 刚刚林静文也提到 其实 还是会 有这个 连续工作12天 还是容许 连续工作12天 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四周变形公司的时候 两周八周不会嘛 这次没有调 这次 我们想列入下一波的检讨修法的计划 但是这次因为这个 好 那什么时候 下一波什么时候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在检讨了啦 但是因为怕这个修法的太复杂 因为这次已经很复杂了 所以想说下次我们再来提 所以部长 你的版本里面 该修的不修 然后呢 不该修呢 自创一个一例一修 好像可以落实周休二日 可是根本没有 你刚也承认了 这是一个过渡 所以 接下来 部长 之前你也提到 如果 民众也有质疑 现在你说休息日 给予这个加倍的给薪 加班费 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但是如果雇主还是违法 违法不给加班费的话 那怎么办 我们加强劳减 加强劳减 然后设立检举的专业 那部长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劳减人员 严重不足 是 已经提出了增加原额的计划 我们今年的预算原额是325人 今年3月我在总质询的时候 当时编列的原额 不足325人 只有290亿人 结果上个月 5月的时候 不增 反减 甚至降到286人 那是因为这个 增补的过程 就是 开始在进行 但是在interview 然后还没有进来 但是在进行当中 所以部长 你说 面对 你强推的 一例一休这样的状况 如果雇主 他还是违法 不给加班费的时候 人员显然不足 你计划 要增补多少人 总数加起来 老条加上安全卫生 加起来 希望在年底的时候 能够有一千个人 能够有一千个人 可是现在只有 光是老减 你不要老条 跟安全卫生加起来 加起来 那现在我们针对 老条的话 我希望能够到500 到500 好 部长说到做到 我觉得 委员也帮我们自己 争取一下 我们是跟人事总处 有提出一个计划 那 部长你要 好 你承诺的嘛 年底要到500人 我们到时候再来 争取的目标 我希望不要 又是不争反减 我三月的时候提出过咨询 我们希望能够有进展 好 所以部长 我想今天最重要的核心 所有劳工团体 質疑的是 你的自创一例一休 完全没办法落实周休二日 部长我再最后问一次 所以一例一休到底是 劳工团体要的周休二日 还是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你认为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 未来还是有修正更好的方案 朝到两立的方向来做 部长 报告员 勞资双方面都不满意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 透过我们的专业去找出一个 虽然不满意 但是在现阶段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 比较能够接受的方案 所以我认为一例一休是 目前大概现阶段 因为勞资双方面都有一些看法嘛 所以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大概目前为止 双方面都不满意 但是应该 经过我们说明以后 应该能够接受 最后 在有朝一日的希望 能够到二立的时候 所以是未来嘛 会朝向真正落实中休二日 如果我们 除了大环境的条件 都能够成熟的话 譬如说我们的底薪都增加了 大家都认为生活的品质 需要继续加强 在那个时候有共识 我们再来推动这个二立 再来推动嘛 所以现在只是一个过渡的情况 目前为止 看起来这样的问题是 大家比较 这个比较能够接受的平衡方案 所以部长啊 其实在你的修法草案里面啊 其实真正的关键 在第37条 第37条 部长您知道吗 你把劳工的七天假同时拿掉 在你还没有真正落实 周休二日的情况 你违反你的承诺 把劳工的七天假拿掉 部长你刚刚也承认了 这只是过度的阶段 并没有落实周休二日 可是在你的草案版本 第37条 就同时要把劳工七天假拿掉 部长 你之前再三承诺 一定要落实周休二日 才会删掉劳工的七天假 就今天你违反你的承诺 欺骗所有劳工朋友 我的周休二日就是一例一休 如果这个还通过的话 就拿掉那七天 你之前再三承诺 是要落实周休二日 今天你刚刚所有的寻答 都说 这只是阶段性 过度时期 我的周休二日是相对于 你的周休二日是未来式 才能真正落实周休二日 相对于过去的七休一 部长很抱歉 你违反你的承诺 今天删除劳工的七天假 我不认为 可能是真的委员 你误会我的脚法 好 謝謝 下一位我们请杨耀委员 謝謝主席 主席請到郭部长 請郭部长 杨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我们即将采行一粒一休 然后也提高了休假日的加班费 希望能够政府落实照顾劳工的决心 那可是在一粒一休 议题的背后 其实最主要隐含的是 台湾目前的低薪资 跟高跟长工时的问题 是 我不知道 部长你们有没有统计过 就是台湾目前假如跟韩日相比 我们的工资跟工时 大概有多少差距 是 我们应该有数字 可不可以提供一下 有吗 工资跟工时 请同仁先准备一下好不好 马上提供一下 有 好 不是 我去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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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时 这个工时的部分 我们在2015年的平均 平均年工 那个受雇者 就业者的他平均年工时 大概是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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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差很多 对 也没有差很多 那工资呢 平均工资 工资的部分 或者是最低基本工资 有没有 所以韩国是用时薪的部分 我们再提供给委员 对 因为我提这个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是要 要讲其实 其实劳工的权益的保障 除了工时 工时和工资 其实它是一个相对应的 最好是能够高工资 然后低工时 所以我们也跟韩日做个比较 你们 你们会后再给我办公司的计量 再提供给委员 好 部长 这几天大概就是有大企业说 他们有工程师 志愿在礼拜六去加班 是 然后不用给加班费 对不对 新北市 是 新北市府有 已经请新北市的 这个劳工行政单位去检查了 那因为我们现在相关的法令 大概只能罰2至30万 是 这样子的罰款额度 事实上对于 对于 大企业 他那么多的员工 的 違法加班 对他来讲 其实他 違法的 的机会成本太低 所以这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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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罚应该要 要再提高 是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是 他这个是暗次法 即便是暗次法 可能都少 因为一次2万 判斥是少 对一次那个 所以未来 未来修法 修法我们要考虑 怎么样来增加 我觉得才能够达到效果 而且 而且增加的时候 本席在这边建议一下 你们回去 回去研究一下 就是因为 因为企业的规模大小不同 所以 所以可能也 也不适合说 就单纯的从 从 从 裁罚的 的 行动来 来做单一考量 可能看能不能 以公司的 的营业额 或者是资本额 来做 来做裁罚的 的 根据 懂我的意思吗 是 有一些中小企业 有一些自营商 他可能 罚个 5万 他就很痛了 他就达到了 达到了 刑期无形的效果 可是有的大企业 你罚 一百万可能 他还不痛不痒 所以我当初 為什麼保留那個2万 其實是 為了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 但是我们要考虑 有个弹性的机制 就是 你如果真的是企业大 或是說 違規的人数多 例如像这样子的話 要不然就是 最低的行動不要調 然後 把最高的 把上限 把上限提高 這個我們內部 再来研究一下 你們 你們趕快 然後 然後 因為 因應 因應之後 一例一休 實施以後 服務業的 雇主 可能會覺得 他的成本 成本 增加 勞動條件改變 雇主可以不可以 重新要求 一定薪資 可以不可以 應該雙方面去協商 對 對 現在就是說 可以不可以協商 只要可以的話 事實上對勞工 算是一種傷害 因為 勞資雙方 事實上是 處在一個 比較不對等的 地位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 才必須要有勞基法 等等法令的 規範來保障他 那我們想說 說一例一休 實施以後 雇主認為 認為成本增高 然後 可以重新 重新議定 他的薪資 那這個問題其實 其實 還是成本 最後還是反映在勞工身上 我們 我們覺得第一 如果 雇主希望能夠重新議定 但是勞煩不願意的話 他大概 也不能強迫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有明文規定 任何 因為 法定時間縮短 或怎麼樣 你不能夠減少他的薪資 可是現在是 部長講的是 是 第30條第7項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 正常工作時間 之修訂 作為減少勞工工資 之室有 可是 可是我們正常 正常工作時間不變 對不對 我們並沒有改變 正常工作時間 所以 所以他 他 他減少工資的室有 並不是 正常時間 工作時間的修正 而是 加班費等等 的提高嘛 那就 就不能用這一條 來做規範 那怎麼 怎麼處理 當然現在一例一休 還沒有 還沒有正式上路 還沒有正式上路 那還沒有正式上路之前 本席在這邊 先把 先把 認為可以 認為可能遇到的問題 先點出來 謝謝 希望部長帶回去 早 早 早做出一些因應的準備 好不好 謝謝 因為 因為確實 確實 我們有檢討過 沒有辦法 用30條第7項來做規範 或者是你們看 能不能 在30條第7項 也做個修正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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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不要因為 不要因為一例一休 跟 跟加班費的提高 反而造成勞工的損失 好 謝謝 我們會記下來 還有 有媒體已經在報導 就是說有 有企業顧問管理公司 可能開始幫 幫企業主 應付勞基法 修正以後的解套方式 部長能不能簡單的講一下 就是 就是他最主要的因應方式 一定就是 就是起薪降低 我講的不是說 說最低基本工資 他可能比最低基本工資高 可是他原本可能起薪2萬5 那他可能用2萬4起薪 這個 這個可能性確實存在 對不對 可能還不只這樣 我們聽到來還更多 還更多 那部長 你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 避免 避免這一類事情發生的可能性 我現在整個 部長我現在整個質詢 大概都是在提醒你們 不要因為這個 一例一休跟加班費的提高 反而讓經濟弱勢的勞工 反而更處於更不利的地位 好 你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避免 我們現在等於各方面去收集 這些顧問公司 怎麼樣交這些雇主 去規避這些規定 包括他們有些錯誤的觀念 像說他們說休息日 你可以把這個 平常加班的什麼 14、15都要禮拜六去 然後就可以 不要給加班費 那個算正常公司 其實他們都對這個 新的規定也不是十分了解 部長現在是這樣子 他假如說是基於錯誤的規定 所做出來的決策 那可能就會有違法的 會造成雇主違法 我現在講的是 他假如說在合法的範圍內 做的 是有可能的 因為剛剛我檢討的幾個問題 那個可能性都存在的 你們是不是 應該要去做一些 做一些沙盤推演 先把 我們現在把這些太陽 像剛才洪委員 在第一次質詢的時候 講說他有九個案例 之前我們都把這案例 收集起來 然後把它編成教材 一方面 讓我們老檢員知道怎麼去 才知道問題在什麼地方 可以先把這個問題 然後如果可以 再加以採訪 就可以遏止一些 這些業者 還有一些顧問公司 特別是 特別是 剛上路的時候 就必須要趕快 趕快讓這個風氣 讓這個風氣 蔓延開來 對老公司非常不利 實際的關係 部長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一例休 假如實施以後 我們現在的家 現在是可以 可以不付加班費 然後用換休假的方式 來做對不對 現行 有一些我們解釋 一定是有一些條件的限制 比如是勞工提出來 他主動提出來 加班以後 提出來說他想要補休 可以 假如雇主提出來 可以不可以 規定並沒有不行 但是要勞工同意 對 現在就是說 當然 合一的部分 我們都不用討論 因為雙方合一 現在就是說 我一再強調 事實上勞資 勞資本身 他的地位 並不是很平等 很對等 所以我們必須要 要盡可能的想辦法 來彌補勞工 武器上的不足 對所以我們才會設立一個檢舉專線 對 如果他是被迫的 我現在 我現在也直接把問題 也直接把問題點出來 那部長你們回去想想看 就是說 現在是可以 可以以休假不給加班費 那以後加班費大幅提高 提高以後 換假的方式要怎麼處理 懂我的意思嗎 補休 對對對 一樣 我說明一下好了 以後 如果修法過後 在休息日加班 你加班一個小時 是給四小時的加班費 同樣他如果要採取補休 加班一個小時 補休也是四個小時 那譬如說他 假如加班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就補休八個小時 補休八個小時而已嘛 對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因為 因為加班費 只有1.33倍嘛 1.66倍嘛 以後是2.33跟2.66嘛 那以後換假 換假這個相關的 當然啦 你們的立場就是說 假如他們雙方協議都可以啦 那相關的資訊 勞工可以運用的武器在哪裡 你們還是要多做宣導 委員的意思是說 加班費是用算一又三分之一補休 所以希望能夠一又三分之一是這樣的方式 我們會再做研究 理論上應該要這樣子才合理嘛 對不對 也有很多勞工朋友有這樣子的反應 我們來研究看看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林淑芬委員 主席 各位大家午安喔 是不是來請我們郭部長 林淑芬委員好 部長 我依據主計處所製作的統計 來看我們台灣GDP分配的結果 從台灣聲稱是最富裕 台灣籍的時代 那個時候所謂的企業的利潤 大概佔全體全國的GDP的比例是29.80% 那個時候的受僱人員報酬 佔了51.04% 最富裕的時代喔 然後看今天啊 再看今天2014年的統計來看喔 這個企業主所獲的企業的利潤 它佔GDP的比例已經從1980年的29.8% 上升到34.62% 然後但是呢 我們的受僱人員的報酬啊 卻也一路的下滑 下滑到剩下43.86% 我今天要講說啊 國家經濟的成長 勞工長工時的勞動 換來的卻是薪資的倒退 我今天要請教你第一個問題是說 有薪假日的刪除 某種意義和程度上來解釋 是等同減薪是不是 有薪假日的這個刪除 某種意義來解讀 其實它可以視為是減薪的對不對 我比較不是這樣子解讀啦 因為我們在整個 好沒關係 我現在問你 總工時是減少的 我們 我沒有問你總工時的 沒有我是配套 搭配這樣 你的意思是說總工時減少 刪除7天假 這個減薪 這樣一陣一付加錢 你認為還是沒有減薪 你的意思是在這裡嘛 但刪除7天有薪假 這個某種意義它還是等於減薪 但有沒有加到薪 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待會兒再來討論 所以啊 勞工爭取保留7天國定假日 並不是一件很貪婪的行為 我們台灣的工時是世界第三高 經濟發展的路上 這個勞工的這個所謂的 受雇人員報酬佔GDP的比例 一路下滑 那我們也講說 既然政府你要推動縮減工時 那已經給的這個休假 配套卻是要收回去 以縮短工時為名 縮短工時某種意義上叫做加薪嘛 對不對 是不是 縮短工時啊 對 那取消有薪假是減薪嘛 那在以所謂的加薪 或是縮短工時的這樣的為名 可是你的配套 竟然是叫做減薪 要取消7天的國定假日 那我今天想起了這個2000年啊 這個議題在2000年的工時修法上 它已經被討論過一次 你還記不記得當時2000年 你們自己勞委會 對於這個勞工的雙週公使84小時的修法 然後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同步要上路 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 本來也談到要全國其一 當時你們的勞委會 當時的主張是怎麼講的 你們 你有記得嗎 印象中是因為 勞工的84小時比公務人員多 所以那時候暫時留下來 希望在哪一天一樣的時候 就要把全國假日 國定假日要全國一致 好 我現在只找到聯合報 89年10月31日的報導 當時的新聞這麼寫 勞工與公務人員工時立足點不同 如果比照公務人員的方式 只紀念不放假 等於變相血減勞工假日 基於維護勞工權益 勞委會傾向不做調整 休假不其一 當時來講 勞委會的主委明確表達 勞工19日的國定假日 應予以保留的堅定立場 以縮小勞工與公務人員之間 休假的差距 好 由於公務人員和勞工的休假日 數已經不同了 勞工如果再比照公務人員 將部分這七天的國定假日 改為只紀念不放假 將拉大勞工與公務人員 休假之間的差距 好 這個才是 這一次為什麼 刪減國定七天假日 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政府刪減了這個勞工的有心休假 反彈的原因 2000年的時候 勞委會的主委就講過了 好 那你今天講說 一例一休 就是公時的基礎 休假的基礎就一樣了嗎 那你不要忘了 上次在這裡質詢的時候 我問過你說 休假期一 那市假特休並假產假有期一嗎 你也認為沒有期一 所以我們今天講說 這個基礎點不一樣 為什麼縮短工時 週公時40小時的配套 竟然是綁著這個七天國定假日的取消 我們真的覺得你還是講不清楚 然後我再問你 法定公時時數也不等於實際的工作時數 我們根據你自己勞動部103年度 之類別的這個薪資調查資料顯示 我國現在你們統計喔 已經在週休二日的勞工有60.38% 而且有49.91的勞工 他已經符合這個歐美定的工時 這個40小時了 103年台灣幾乎有一半的勞工 就週公時40小時了 而且有六成以上的勞工 已經週休二日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不懂的意思在哪裡呢 我們不懂是說 為什麼勞工與雇主 大家之間相互約定的工時 比法定的工時還要短 週休二日的條件 早就已經在放了 台灣的勞工還為什麼 處於長工時的情形 為什麼呢 包圍可能一部分的原因是 台灣的部分工時的真的是 勞工比較少 還有呢 還有 我跟你講 可能的原因就是 勞檢沒有在檢查啦 我罰款太低啦 像鴻海這一次 要處罰鴻海 平常加班沒有給工作 這個加班費 原因竟然是 鴻海自己的勞工沒有主動申報加班費 這一切都是勞工的錯啊 所以你們這一次拿一個 休假期一的先決條件 你一直講喔 你們講說 休假期一 但是在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 及不損及勞工休假權益的前提下 你們才要休假期一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你們如何確保勞工的休假權益呢 你們有辦法在執行面做到嗎 你在法治面都無法承受資方的壓力了 你如何要求第一線的勞檢員可以勇於執法呢 那在週公14小時都還沒實施 已經有六成勞工實施週休二日 我們要問你 這一群勞工都不用你這一次的修法 他早就週休二日了 可是他本來還享有國定假日七天啊 可是你現在修法以後 所謂的進步修法要推動其一 結果讓雇主有合理的理由 然後就失去了七天的有薪休假 等於是減薪啊 所以這個問題 縮短工時的政策目的是什麼 你們說一切從上個會期 一週四十工時到現在的一例一休 你們我們今天匡定你 也就是說跟縮短工時 你們到底怎麼樣願不願意縮短工時 還是明著說縮短工時 按的還是要給那工時偷家回來 是要讓勞工有充分的休息時間 能夠家庭和工作身心都夠平衡 還是說刪除勞工七天有薪假 這個看起來是抵觸政策目的 其實你們不是真的要說短工時 這個七天假 其實剛才你已經點到重點了 就是十五年前 因為勞工的雙週八十四小時 所以那時候才沒有實施 這個跟工人員假一樣 現在等了十五年 今天終於完成當初 當初問題解決了 所以今天變成這個單週四十小時跟工人員一樣 所以國定假日就回到十五年前那個時候的規劃是一樣的 所以他不是說今天無緣無故把它把它減少掉 是因為經過十五年的等待 我們完成的那個可以收回來的契機 那我現在要問你 1990年勞委會表示 公務人員勞工的工時立足點不同 那所以你們現在立足點完全一致了嗎 立足點都一致了嗎 然後我們的假 這個休假期一 所有的假都期一了嗎 所有的假需要一步一步來 那我剛剛告訴你 有六成的勞工已經早就週休二日 可是人家週休二日還有七天假 等下七天的 如果叫他們上班還有十四天的薪水 現在因為你修法以後 還減薪了十四天了 我現在第一個我們最少 我們還有40%用這次這個機會 我們把它納入這個 所以我跟妳講說你勞基法師營系者沒有修改 勞工本來就跟公務人員不同 那我們本來週休二日六成 甚至七成勞工現在不用修法 我就週休二日了 而且還有七天假 十四天的薪資 結果都被拿掉了 他的週休二日的禮拜六的加班 過去是這麼少 所以這次我們把它提高以後 我們在講週休二日是說沒有加班 那四成要加班的人 我告訴你有人是要放假的 那他也沒辦法放假 那有一些人是說他喜歡加班 我告訴你他們不是愛加班 他們想要加班 沒有老公想要加班的 那些需要加班的人不是愛加班 是因為底薪低 所以我已經在那講 講說非經常薪資的成長幅度 高於經常薪資 所以壓低底薪 迫使勞工必須加班謀生 來墊高薪水 這個你在這個裡面去 一例裡面再怎麼這樣算加班費 他都不能排除一種結構 這種結構就是加強雇主資方 對勞方的這個勞動支配的強度 還是在強化他 那因為時間有限 後面還有人要講 這點我們贊成委員的說法 所以我跟你講說 到底這個改革到底是不是叫進步性 大家明眼人也看得出來 謝謝 好 謝謝林淑溫委員 那接下來是陳曼莉委員 謝謝 我還是要請我們的行動部長 郭部長 陳委員好 是最近真的是一例一休 單週四十小時 週休二日這個真的是 大家討論的非常多 而且我其實也看到就是說 勞團也很在注意 我們那個行政部門的一舉一動 所以其實在網路上面討論的也很多 那我就看到 就是說在網路上面有人就是會提到 就是說 就像剛剛林淑溫委員提到的 就是說 他本來就已經有夠週休二日的勞工 那這些週休二日的勞工 他會佔到什麼樣的 因為這一次的改革 他會佔到什麼樣的一個便宜嗎 那剛剛林淑溫委員也提到 就是說我們現在大概有六成的勞工 都已經是週休二日了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當民眾提出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部長要怎麼樣來回答 第一個我們是這一次修法 最少以目前來講 剛才那個數目字的話 還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勞工 會因為我們這次修法 他原來沒有 所以我們是要來拯救這四十個勞工 先要改善這些百分之四十他的週休二日 是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如果是說那個七天的國定假日 這件事情在行政部門的系統 算是已經確定了嗎 因為這個我相信是很多的 就是已經有週休二日的勞工 他們非常關切的 國定假日全國一致這個也是確定的 因為我們在37條裡面已經修進去了 所以這個條文是已經過了 目前已經送到院裡面來了 所以這個也是確定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會覺得是說要再加強溝通 因為這個我已經看到了一些的 這個勞工的一些的質疑 質疑如果是說沒有好好的處理的話 可能就會有其他的行動 他們會展開來 所以我特別提醒一下 是 我們要加強溝通 是 然後勞動部也說 這個休息日會有一個 就是買一送六 我想請部長在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說 買一送六的這個制度 對於一般的勞工 它有什麼樣的划算的地方呢 它是一個比較極端的算法 就是說你如果去 禮拜就是休息日第一個小時 你只上班加班一個小時 那你可以有四個小時 這個以四個小時算嘛 那第一個小時第二個小時 都是這個一有三分之四 第二個小時到第三小時到第四小時是 另外2.67 所以又這樣算起來的話 等於是你上班一個小時 你可能會有六個小時的這個 加班費的收入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是 很少這樣子 因為老闆大概不會說 你來休息日來上一個班 一個鐘頭就叫你回家 大概應該還不至於啦 那請問一下 這件事情就是說 資方已經跟行政部門的系統 等於已經談妥了這件事情嗎 勞動議題要同時取得 不管是勞方還是資方 大家要同意實在是蠻難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我們有溝通過 但是看起來勞方資方都一樣 對我們的版本都不是那麼滿意 但是所以我要特別講說 我們目前這樣子 是一個他們不能夠滿意 但是最起碼是平衡雙方面的 權益的一個折衷的做法 對當然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想就是說很多人 其實還是搞不太清楚啦 所以呢等於說 資方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還沒有同意 但是可能有一些勞工 他就開始有了一個剝削感 就是說好像這個條件也還沒談好 原來條件都是一樣的 那包括我的本來就有的週休二日 包括我本來就有的加班費等等之類的 但是呢我的928不見了 所以我想說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還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勞動部門 是不是能夠跟我們的這個勞工們 再做一些的討論 甚至呢 如果資方它本身的起義點太大的話 勞動部門會怎麼樣來做處理啊 所以這溝通當然很重要 但是如果剛才 像幾位委員他們所質詢的 如果這個事情 追溯到15年前的話 大家就比較清楚 當初為什麼會留這七天下來 就是因為我們的時間是兩週84小時嘛 我們一直在等什麼時候變成80小時 這就是現在 所以當初的問題 在今天要把它處理 再不處理以後 可能更沒有機會可以處理這個事情了 所以所有的國家大概很少 所以國際假日是有不同的標準 好幾個版本 這個其實造成一個社會很大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說 部長你在做跟這個勞工界 在做溝通的時候 就是要把這些的來龍去脈 要把它講清楚 甚至就是說 如果他們到時候 他們還有其他的意見的話 我也希望勞動部 能夠再聽聽看勞工們的意見 是 應該的 明天聽說颱風就要來了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想說現在執政團隊應該很緊張 就不知道這個颱風來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甚至它造成的這個災難 到底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 我們當然很希望都是平安無事 可是針對勞工來說的話 他們就會非常關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在這個颱風架的時候 我有沒有薪水可以領 部長你可以跟他們講一下嗎 如果是說明後天下放颱風架的話 如果那這個部分的話 他可以怎麼樣跟他的老闆 去談這件事情 報文兩方面跟你報告 第一個就是 從安全的角度看 如果 不管明天晃不放假 他們這個颱風天出來 基於勞工的安全 我們在今天我們會把一些相關注意事項 我們用新聞稿 或是在網站裡面把它PO上去 提醒雇主應該要注意勞工的安全 譬如說 這個刮颱風的時候 你不能叫他去外送外賣 騎摩托車 類似這樣這樣子 這個應該加以禁止 那麼現在其實有幾個外賣 像什麼黑貓 其實都已經有善意的提出來說 他們絕對不會去做外賣的事情 安全的問題這個 第二個問題就是架的事情 因為颱風它畢竟是不可歸著於雇主 所以我們大概也沒有辦法除了立法以外 去強制要求雇主一定要給薪 所以過去我們有一些指引跟注意事項 一個要點 那麼只能說儀 事儀的儀 儀加給薪水和什麼等等之類 不過我們在考慮未來 像這樣子是不是能夠有再進一步的做法 但是能夠強制到什麼程度 其實還是需要跟法治單位 來進一步溝通 因為全世界大概像這種非可貴這一雇主的 要強迫他們的解薪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在我們就是說 我們希望是全國的放假能夠一致 可是如果是說大家給薪水的方法 就是說有的是有薪 因為像公務體系裡面的 可能就是說他是有薪水的 可是對於一般勞工他是沒有薪水的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一次好像感覺上還是有一點的 不太公平的地方存在 會會有點剝奪感 為什麼工人員有我們沒有 不過如果要修法 要在法治裡面把它強制 大概可能還有還需要做一番的 這個大家有個對話 這個共識才可以去修法 所以部長你在你的任內 你會往這一方面再繼續努力嗎 我希望就是能夠有一個好結果 提供給我們的勞工們 我還是希望像這種 像勞資的東西 我看委員大概從這一次 這個作修就知道說 可能所有的新的措施 都必須要循序漸進 所以我要跟同事講說 我們可不可以從這個要點裡面 再去做一些進步的設計 包括說可不可以 疑變成陰 但是陰以後可能沒有法則 我們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用鼓勵的方式 如果你做到的話 可以有什麼樣的鼓勵 比較具體一點的 可能還需要再去做一些擾力激盪 來構想一下 好 在這邊我就說部長加油 謝謝 那我想說在這個部分 我們當然也是就是說 例假和休假日的這個部分 吵著講了很多 那我們就是要看它的一個差異性 那就是說在我們的法律裡面 它其實就會看到了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休假 如果是例假的話 它除了給加倍的薪水之外 它還是可以事後補價 它可以有事後補價的 這樣子的一些的規範 那這個事後補價 我們就看到我們這個勞動部 在對外溝通的時候 那個事後補價的這一塊 好像沒有把它放進去 所以就變成有些人 他可能看到說 我在例假日上班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可以在 加班費上面提高 但是呢 是不是我的那個社會補價 這個就不見了 會是這樣子嗎 包圍沒有不見 那可能是我們認識一個 一個失誤 聽他們講說他們已經把它都改過來了 好 謝謝 這個是在四十條裡面的 天災事變裡面才有的補修 所以這個是明文規定的 所以他們已經把它補正了 好 那我想說部長 你在那邊也要正式的再宣布 要不然的話呢 很多的勞工呢 他在網路上面搜尋到的資料 他不見得會知道說 這個資料是舊的還是新的 是 就是天災事變跟這個重大事件 這個如果有立假日 需要出來工作的話 那個是工資加倍給 而且事後還給他補修的 好 那接下來我就想到 最近勞動部這邊也提出來 勞基法要做部分條文的修正 那在這個部分條文的修正 我想針對第36條的這個3 就是31條的這個變更工時 正常工時的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部分呢 其實剛剛前面有幾位委員 他也有質詢到 就是說他可能的一個加班表呢 可能就是說 如果是按照我們現在的規劃 就是說他是勞工每二週內 至少應有兩個立假 那然後我們四週內有八個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就很擔心 他的那個情況呢 下一張 我們就很擔心就是說 他是不是會把兩天的這個立假呢 他把它放在前面修 放在前面讓他放了 然後呢就把這個 反正如果是四週的話 他可能就用他的這個老闆 就很會算 所以其實我們雖然非常感謝 我們的這個勞動部 已經把這個就是說 就是連續工作12小時把它廢掉了 可是呢我們按照這樣子算起來 如果按照我們那個 第36條的文字這樣來做解釋的話呢 就是可能還是會讓我們的勞工 他在1號跟2號休息 然後呢3號一直工作到14號 然後呢15號16號 他又休一個立假 然後呢他把他的休假日呢 從14號編到20號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一個情形的話呢 就有可能讓我們的勞工 還是非常辛苦的工作12天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部分一定要小心 不過這個是我們要指定的 那個有40個行業 才可以用這個 當初要訂閉這個的時候 主要是為了服務業 他的工作時間比較特殊 所以這個我們本來要檢討 但是這次因為 如果把這個一起放進來的話 那個條例太複雜 所以那個是40個例外的行業 那可能每個勞工都要去檢視一下 我到底是屬於例外的 還是在內部的 主要是服務業的 對 主要是服務業 好 謝謝 所以我們會列入第二階段 希望還是能夠多多的溝通 希望還是能夠多多的溝通 謝謝 好 謝謝曼力委員 那接下來是吳智洋 吳智洋 吳智洋委員 不在 好 那接下來是我 曼力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邀請吳玉智委員 請郭部長 請郭部長 是 國部長我今天先不跟您討論一例一休的問題 我想來跟您討論有關我們居家服務的一些議題 那希望能夠勞動部這邊也能夠重視這個 我們現在已經在推動長照2.0 很多的議題也需要勞動部來協助勞動條件的一個檢視 那這個是在104年財商聯盟還有新生活這個自立生活協會這邊 當時在過年的時候就出現了就是我們的居服單位在提供服務 那因為在假日年假是6天的日子裡面他們需要服務可是我們的居服只給一般 因為說真的我們就一個小時200塊了 那假日是我們政府購買服務的時候不給所謂的假日加班的費用 所以我們的服務單位也沒辦法付這個錢 那要使用者負擔 那使用者負擔他就有困難 所以這個部分就產生一個到底假日加班這個費用誰來購買 因為這個原來都是由政府來購買這個服務 這個部分我要先說明 因為居家服務是法定的服務 是政府購買跟民間來採購來由民間來提供服務 所以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要來看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到底在相關的這個加班還有假日出勤的時候 這個費用怎麼來計算還有未來誰來負擔 因為尤其在長照2.0正在規劃的過程中 我們也在討論的是說難道現在還要一個小時200塊嗎 那假日還有加班的時候是不是要把這個價錢再做一些調整 這個部分可能需要勞動部來協助就是說 在這個相關的這個勞動條件上來做一些了解 還有協助我們衛福部未來在訂定的時候能夠更清楚 這個費用應該是衛福部編的預算吧 沒有 他就是沒編 我們這邊好像也沒有 是 都沒有編 我們這裡好像也沒有 是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就是未來我們在長照2.0 一定要審慎來規劃的部分 因為現在都沒有編 所以變成服務單位跟這個使用端 這個被照顧者之間就會出現一個爭議的部分 好 下一張 我要跟部長也來討論 到底政府在購買這個居家服務的時候 機構跟服務員跟被照顧者之間的關係 我們因為現在是法定的 算是法定的服務 政府出了錢 尤其像長照10年的這幾年的預算都蠻高額的 那它是目前都用採購 就是政府用採購的方式來有點委任 或是所謂的讓機構來做承攬 那如果是機構承攬 我的定義裡面概念上 它跟居服也是一個牢固關係的 但是我們居服單位或是我們社會團體 也有另外一個講法 政府既然是依法採 依法來要做這個服務 只是這個是法定的服務 是我要提供給民眾的 可是我今天只是委託委任 這個民間單位 單位一個管理者來提供這個服務 我想請問委任的話就是政府是僱主 居服務員就是政府的員工了 這個部分的關係 我不知道部長你對這個關係的了解 這個如果是委任的話 大概也就是不是 就沒有什麼僱主的問題 就是政府就是僱主嗎 委任的話就不是僱主 不是僱主 因為它不是受僱關係 委任的話就不是受僱的問題 行政委任 如果是一個行政委任 也不是 應該不是 如果是委任的話就不是僱用關係 所以就是政府不會是僱主的關係 所以還是居服單位是它的僱主 我們確認一下這個勞固關係 我剛才聽委員講是講說是委任嘛 通常我們委任的話 承擔委任大概就不是僱用關係 承擔跟委任都不是僱用關係 就是政府不是它的僱主就對了 還是由這個採購單位來當作它的僱主 政府委託給某個機構 政府委託給某個機構來做長照的這樣的一個事情 然後居服員有可能是機構所僱用的 僱用的員工 勞工是這樣子 所以居服員應該是在跟機構之間是不是有僱用關係 這部分要釐清 所以在這裡還是確認他們是一個僱用關係 如果確實有受僱的事實的話 那是是僱用關係 因為現在幾乎所有的縣市政府 大概幾乎都用這種方式在做採購 然後把我們居服單位當作這個居服員的一個僱主 在認定 所以就變成適用了相關的一個勞固的關係的一個確認 好 那接下來就要問了 那因為他現在 下一張 他現在的一個服務的給付 一個小時政府我們委託就是服務單位 一個小時採購是200塊 然後給指定給服務員的是170 那機構是有30塊的一個行政費用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因為是用小時做計算 可是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是我們很多的這個 我們衛福部一直在鼓勵說 居服單位應該採月薪制 鼓勵居服單位採月薪制 那可是這個看起來以時薪計算 其實他有點就是計時薪的一個方式 有點部分工時的一個概念 好像要適用月薪制 到底這中間怎麼去轉換 我們很多單位都轉不過來 很難 因為你政府採購我的就是一個小時200塊 結果你要我用月薪制 那我怎麼去計算 這部分我是一直覺得 郭部長這邊因為是勞動部 對於勞動條件跟勞動關係 可能比較清楚 我覺得我們的衛福部對這一塊 顯然對於勞動的成本 是沒有非常清楚 所以他常常是沒有把這些成本 估算進去 我要講哪些成本來下一張 哪些成本 因為月薪制大概就會有基本工資 還有延長加班工資 我剛剛就提到加班工資沒有考慮到 還有國定假日還有特休 都沒有考慮進去 幾乎都沒有幫我們居服單位討論進去 他唯一考慮進去是這幾年 因為居服單位適用勞基法 然後適用勞基法之後 勞健保還有勞退金 都有幫他編列預算了 就額外編列預算 然後不從200塊去支付 那200塊支付 大概這些其他的項目 都要從那個30塊裡面去支印 那其他執災就更不用考慮 因為執災根本不是 我們這個政府部門在採購的時候 或是政府部門在補助的時候 去想像的那個執災的情況 但是這個風險都存在 所以在一個月薪制的一個人事費用裡面 這些都是成本 可是我們的可能衛福部 並沒有非常清楚這些成本 潛在的風險在哪裡 尤其是執災 因為我們照顧的都是非常弱勢的 老人跟身心障礙者 那我們居服員在照顧的過程中 居服員會受傷 或是被照顧者也可能受傷 這兩個之間的受傷 我們的機構單位大概就要負擔 他的這個職災 還有第三人受傷的話 還有其他的這個風險的要負年代責任 所以這部分的勞動成本 我這樣講有沒有錯 不過我認為這個含蓋面已經很完整了 我想說對衛福部來講 這些醫術的考慮應該 他們也應該不會遺漏才對 他們過去很少考量 我唯一只擔心一點就是說 這樣子的業務量如果沒有大到 可以支撐一個月薪制 說不定是造成時薪制的主要原因 可能這也是因為他從二十幾年前 都是用時薪在購買 他都用計時薪一個小時 會不會因為業務比較零星 所以就沒辦法 有可能因為他其實給服務受照顧者那邊 他也是說我核定你幾個小時 那我就是派服務員一個禮拜去幾天 或幾個小時 他就用這種有點時間性的零碎化 所以造成現在說要改成業薪制 很多團體大概轉不過來 一直轉不過來 可是他硬要塞這個制度進來 他們也一直有一些困難 所以如果真的要走業薪制 可能要勞動部這邊也一起來協助 到底怎麼轉成業薪制 怎麼計算 如果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跟衛福部一起來商量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要請 我們勞動部來怎麼樣吸引居服員回流 來 下一張 這是我們最近在經濟日報看到的一篇報導 這位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官員提到 他們日本的介護人力不對外勞開大門 但是他有一個措施 因為居服員他們的借護福祉是 本來在日本也是薪資不是很高 所以他們有一個在2015年就提出一個 借護福祉是投入職場的一個誘因 他怎麼樣引誘他們呢 他提供20萬日幣的無利息的貸款 如果你做滿兩年我就不用繳 不用再跟你收回來 就等於是一個補助的狀態 更是穩定兩年就業 我不知道我們勞動部 有沒有什麼比較有創意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可以來提供給我們居服員回流 這個部分 大概萬變不離其中 你們過去就有就業獎勵金 一個就業獎勵 一個雇佣獎住 一個是對勞工給他補助 一個是對雇主給他獎勵 可是你們效果都很差 沒有什麼太大的效果 尤其在居家服務跟長照系統的部分 要不然就是這個工作的性質本身 就是讓人家覺得說 好像他不想進入這個行業 是不是社會的地位的那種感覺 這個就是他非常重要 請你在未來對居家服務的 或是我們長照產業在談的時候 不要再談3K了好不好 你要一直談3K 他的地位跟形象就一直下降 要談的是現在未來長照產業 那我們希望鼓勵更多人參與 這樣的一個照顧的工作 那給予薪資的一個補助 那個補助的部分 我覺得是應該要更有創意 像這樣子20萬的日幣不一定很多 可是他兩年穩定他兩年就業 我就可以不用還錢 而且是零利率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 也許我們勞動部也一併來幫忙思考 不要只有針對3K裡面 每次你都把那個標題就掛在3K 那人家就覺得那好像是形象很差的 或是這個很低很髒很 就是讓人家覺得 我這個行業是沒有人要來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開始要重新包裝 我們長照的一個工作 是一個長照未來非常重要的產業 我們一起來把一些創新的服務跟獎勵措施可以加進來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吳俊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吳坤裕委員 好 好 再麻煩郭部長 我剛聽了您回答那個林書委員的問題的時候我嚇一跳 好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在 目前已經有60%的廠商 尤其規模 尤其像科學園區 他們本來就週休二日 而且有六 那七天的國庭假日 本來是有的 但是您剛剛說 因為為了把他15年前那84小時的要把他拉齊 結果你得罪了這60%的人 也許這60%的人不是每一個人都投給民進黨 但是你這樣子的改革 讓這60%的人很明顯丟掉六天的國庭假日 好 那你得罪了60% 所以我就想說 到底這個政策當時是怎麼規劃 你們有沒有 你們是沒現實 不了解當現在已經有60%的人 已經週休二日 然後有國庭假日嗎 包委員這個之前我們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情況 但是為什麼你們還 如果知道了為什麼還這樣 我們在評估的時候 就是這些綜合這些原因 包括說因為這次是唯一的一次 可以有 等於一個月會有八個小時減少 會減少一百零幾個小時 所以說才會想到說這個時候是 來解決國庭假日 這個全國一致的唯一契機 因為其實這裡面延伸了還有很多問題 譬如像過去大家所批評的 為什麼 我知道 部長你的好意思 讓這40%的人也享有週休二日的機會 但是你應該要去想說 不要把這60%人拉倒退啊 你規劃政策的時候 你讓40%人進步了 那你不能說你不可以 你跑得太快了又把你拉回來啊 那這樣政策的規劃不應該是這樣子啊 你至少要讓這60%人保有現況嘛 對不對 但是我剛才報告說保有現況是當初是有前提的 是因為我們84小時嘛 那這個是我們政策的前提 但人家廠商實際落實在做的狀況 是比我們的勞計畫更先進的啊 那你現在這樣子 反而害了這60%的老公 失掉六天的假日 我的學生跟我講 他本來那六天也不一定放假 但是他可以彈性安排 以後的連續假期 但現在沒有啦 那要怎麼來補救這樣的狀況 不然這60%人一定會痛恨你 但我知道你覺得說 這60%人痛恨你沒有關係啦 但是問題負責任的不是你是 整個民進黨可能要負責任 做這樣子的最後的決策 真的是考慮的因素很多啦 我知道 但是你必須到最後的時候一定要有一個 有一個決定啦 對 我知道 在我看來真的當初因為90年的時候 我也是老委會的一份子 所以我深深知道說 就是我這一次這樣的機會 是把90年那個時候的一些問題 趁這個機會來把它解決 我這個都可以了解 但是你總是不能把 跑得比較快的人把他拉回來 說不行你不能跑得太快 你多六天國定交流是不可以啊 你不能這樣做嘛 對不對 人家是他們公司營運的關係 那我們要去反而賦予他 合法的享受這六天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那應該在別的地方 要讓他們也有一些 比以前更好的條件 包括就是在休息日的時候的加班 他們休息日本來就很好了 你像科學員去的人 他本來休息日就很好了 他們大概就是加倍嘛 現在就是等於我們再增加 他可能本來就不需要出勤的啊 就我的了解大概都是加倍了 因為他們的單大概就加倍了 平常很少出來出勤啊 但是他白白的丟到這六天的國定假 他們六日其實加班情形還是有欸 還是蠻多的 但是問題就是讓他 對他來講 我們就盡可能在政策的規劃的時候 能夠 我覺得政策規劃是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這次的政策規劃 事實上不夠完善 這個是很麻煩的問題 好 謝謝你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當然政策不管怎麼規劃 其實如果沒有勞減的配合是不行的啦 那當然就是說 勞減是很重要的基石 在落實政策上 那上次我也講到就是說 目前因為新的治安法適用 所以增加很多的廠商 還有很多的人口我們需要勞減 但是啦 因為目前的勞減率還是蠻低的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廠商都其實沒有機會 那目前就是說 我們可能會增加到一千人嘛 希望來 但是看起來一千人還是悲水車薪啦 還是很悲水車薪 譬如說 我們不一定 人力增加了就真的能夠落實啦 就能保障勞工的權益 譬如說 目前我們北中南還有六都 除了台南沒有設這個勞動檢查處以外 其他有 那你這一千人增加了兩百多人 那怎麼分配 那他能夠充分的來執行勞動檢查 如果你把它平均率處 其實每一個縣市或是個勞動金才增加二十九個人 是 是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然我們希望勞檢人力 這個跟勞工人數的比例是越接近越好 但是這個人的編制總是有限嘛 那現在委員所要關心的這要怎麼分配 我們會按照各檢查機構 他轄區內的事業單位跟勞工人口數 我們現在會去做個精算 做個精算來看看到達這1000個人 還差距的差額 我們來做一個合理的分配啦 除了這樣以外還需要考慮什麼因素嗎 當然啦這裡面 這裡面有些禁用人員的專業能力啦 這些都要考慮啦 當然我們現在禁用這些新的人員 包括他的職權訓練也好 事前的專業禁用的資格條件 我們都會加以考慮啊 這些東西原來在我們的 怎麼考慮呢 我們在這個 我們原來勞動檢察員 就有個零用跟專業訓練的辦法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但是像這種職業安全的這種檢查 要怎麼檢查呢 我有時候覺得說沒有錯 我們就在正面六天啦 但是那六天真到了萬一 職場工作環境不安全 發生一次植栽 那六天不只六天不見了 健康生命都不見了 這那六天其實也沒有太大意義啦 但是問題我們的勞檢人員 怎麼確保有這些安全的檢查能力 當然要他的專業能力要足啊 什麼叫專業能力 專業能力就是他的訓練啊 還有他原來的 什麼訓練 你們 鐵椅的 你們找來的人 真的有具備專業能力 裡面從各個高考通過的工程師裡面 有具備這樣職業安全的 每一個轄區之內他著重的重點工作 可能不一樣 所以如果跑到高雄市的檢查處 那這些檢查員需要什麼 什麼的什麼樣的專業能力 當地的這個檢查機構啊 他會衡量他的需要去 去零用他的人員 而且我們現在整個正式人員 正式人員他的那個直系上的改變 只要報權序部同意的情況之下 他隨時可以做一些調整 對 我查過高考的專長 專業裡頭就沒有一個職業安全 那所以你林選的人 怎麼會有職業安全的人啊 那高雄市又化工廠特別多 那你要怎麼去檢查這些化工廠的安全啊 所以這個裡面有相關的那個直系的任用啊 譬如說他有化工 你找化學工程師來他不曉得是安全啊 他可能董志成沒有錯啦 但是他不知道什麼是安全啊 所以要試任試所嘛 所以在這個裡面要做分配好 所以告訴署長 當年劉青常發生公安事件的時候 就有開過檢討會 勞動檢查所的人就自己承認 他沒有化工製程的專業能力來檢查他的職業安全 是 那就要禁用這部分 那這職業衛生的檢查 是 那我們真的有找 有辦法你選到職業衛生的背景的專業人員 來做工廠的環境的檢查驗嗎 我們在人事甄選的時候都會考慮到這個因素 但是你甄選的對象高考的人員就沒有這一項啊 沒有這一項 有啊 沒有啦 沒有職業衛生啊 工業安全衛生有啦 還有公共衛生 那個是學會的認證 在企業界要聘的職業安全管理師 還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師 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在相關的職系裡面有 哪一個職系 我們找過高考裡面沒有這個職系啊 有工業安全啦 對 以前有工況技師我知道啦 現在有工業安全啦 對 奇怪我們找過高考的list出來就是沒有這項 有工業安全 對 工業安全直系 對 工業安全 但沒有工業衛生嘛對不對 衛生 衛生目前是沒有啦 所以我想這些都需要啦 那我們不是說擴片人力就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我想說我們要讓專業的人員進到職場來 來做好勞動檢查的工作啦 所以必要的話我想我們建立真的把高補考列 職業安全衛生專業項目進去好不好 那這樣讓我們的專業人員進到勞動檢查來 那才有辦法維護勞工安全好不好 我同意委員的辦法 謝謝你 好 謝謝吳坤毅委員 那接下來是鍾孔照委員 請郭部長 請郭部長 好 請郭部長 早也好 部長 好 辛苦大家了 累了一天喔 從早上到現在 大家幾乎集中的焦點幾乎都差不多 這麼多委員也針對不管是一例一休 或者週休日 或者兩例 都提出了相關的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部長也揮答了很多的委員 很多的委員也認為在那個補修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說要回去研議啦 就是補修的那個時速啦 就是正常的延長工資 我不講新的修正版本 現行的 現行的 所以你們當時就認為說 所以很多委員問你說 那個補修是不是要用1.33 1.66 來做為它的補修的時數嘛 對不對 剛剛很多委員在問你嘛 因為現行的辦法是你做 雖然你的延長工資是1.33 1.66 但是你補修的時候 不是用這個方式去做補修嘛 你就是做4個鐘頭你就補4個鐘頭嘛 部長你知不知道你們有送過這個條文 好像被撤回來是不是 你們有送過 那代表說你們有研議過嘛 應該是送過啦 因為我之前站在這邊的時候的部長 那時候他就提出了相關的一個版本 在40條之一來的 鎮定40條之一啦 我幫你們做說明啦 其實在40條之一鎮定40條之一來的 對他雇主依照32條的第一項 第二項跟第二項延長工時的工作時間 你們的補修就是要希望能夠 照那個1.33 1.66來補修嘛對不對 只是那個條文送進來之後後來沒有審查嘛 所以其實你們已經有研議了啦 我今天要問你的說 如果你有研議的話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完成啦 因為畢竟你這次修正的條文 並沒有這一條啦 是 所以接下來是你要努力的方向啦 對 因為現在等於是重新來過嘛 因為階級不續成的全部都退回來了 好 因為站在這邊 我看你也很累喔 還好 還好 那我現在大家都在查 以立一休 到底什麼叫立假日 立假日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台灣到底有什麼樣的假日 從36條37 38 39 我們立假日的定義很清楚 36條寫得很清楚 每七天就要有一天因為一天為休息 作為立假 那立假日最主要的定義在哪裡 中間七天來的為什麼 就是為了怕勞工聯繫工作嘛 聯繫勞動嘛 讓他中斷他的一個勞動 讓他做一個休息 就是要中斷勞動讓他有休息嘛 避免他的身心健康嘛 讓他的家庭也能夠互動嘛 能夠讓他生活上有一些休息的時間 未來他會有更長的效益嘛 對於公司的產能也會比較進步嘛 這就是立假日的定義嘛 對不對 這36條的立假日的定義 才會有40條之一來的 40條裡面跟你聽得很清楚 除了天災人禍或突發事件之外 不得出勤嘛 對不對 所以對於這一部分 我想問你的就是 勞工對於休息日的一個出勤 那薪資到底要怎麼算 因為你們這邊也寫得很清楚嘛 39條的規定 36條立假日37條38條的 公司應給予雇主照給 剛剛有很多委員問 副長 休息日沒有在這裡面 對不對 因為你們當時訂週休日 因為把休息日的出勤 納在延長公司來計算 那延長公司 所以你們才會有未滿4小時以4小時計算 未滿4小時以8小時計算 超過8小時就用12小時計算 所以你們當時是希望能夠 透過公司的安排 能夠總量管制 或者說公司的成本 或者說以價質量 這個都是你們在解釋說明 在做的陳述嘛 包括你的懶人包也是一樣 那勞動部也表示 依限照勞動期準法的相關解釋 按夜酬勞工 因法定證實縮減生的休息日的出勤 雇主除夜薪內以幾乎一日工資外 依法最低 需按每日工時的工資額以前兩小時加幾 三分之一 第三小時至第八小時 三分之二 基礎合法 這是你們的說明 現行的規定 現行的規定 對不對 這是你們 那現在我想請教的是 休息日在哪裡 在你新修的條文裡面 對 在哪裡 36條 因為你剛剛我講了這麼多 你的休息日的條文在哪裡 這是現行規定沒有休息日 對 就是新增的在36條 但是後來你送進來的版本也沒有休息日 所以才會有很多 包括很多委員問你說無心休息日 所以這個舊的真的是沒有 所以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們原來以為說這個在24條的這個 立法說明裡面有那個實際的例子 就可以知道後來覺得這個還不夠 未來或許還會有疑慮或是有解釋的這個空間 所以後來想說 那就在39條 釜底抽薪 就從根本上去把它解決 就是加上休息日三個字 所以未來你們會再增加修正條文來得增加 是 但因為我們版本已經送了 所以我們就透過黨團提案已經列進去了 因為就是因為那個休息日沒有定義 我剛剛提到 不管你的國定加入你有定義 不管你的特休假也有定義 不管你的立加入也有定義 但是你的休息日沒有定義 所以衍生出來之前 大家一直在網路裡面 一直在討論 無心的休息日 會讓人家有不當的聯想 對 這真的是謝謝委員提醒 你們一直強調就是暗夜聚頭的勞工以正常的法定公司 縮減除勤 雇主因原有的工資 一路工資幾戶外 因為你們一直強調的就是這個嘛 但是你現在一立一休是新出來的嘛 對 所以那個休息日的定義要非常的清楚 新產生的這個休息日這三個字沒有定義啦 既然是如此 週休二日的 立假日的工資任應照給嘛 對不對 是 那你再回頭去看看你民國88年的解釋 你知道你們民國88年的有一條 如果遇到勞動基準法的實行息則第七項 我這邊有 你看一下 你寫得很清楚 如果遇到勞動企業的規定 案內事業單位置只多休二日 其中一路工資給我付發 因此勞資方法是為公司 公司之約定 你這個條文要不要廢掉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有可能那時候是因為個個案做一個函事 或者是 沒有沒有 你在實行細則裡面 因為實行細則其實第七條是談到 他的工資的議定 那你為什麼我們叫這個 我剛剛一直問你因為我時間不多 我現在只問你這個民國88年這個條文 你要不要會 我覺得 因為我可能必須要去了解一下 88年那時候是什麼樣的情況 做這樣的一個函事 因為這必須要先了解一下 因為你那個時候你就針對工作時間 休息休假日假日 請假日 其實輪班制 因為有輪班表的調整事項 等勞動區員來案內的事實做休二日 其中一路的工資 就是現有的 包括剛剛 剛剛我們坤一兄委員跟你問到的 現有已經做休二日的人 這個工資要不要算 休息日算不算嗎 如果依照你這個是可以要透過勞資商方協議嘛 所以老闆也可以布給你嘛 所以人家講那個無薪休息日不是沒有來源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是不是要把這個88條 你要把它廢除掉你才有增添39條的 你才把那個休假日的定義會比較清楚啦 沒有這個部分 委員跟委員報告一下 法定上如果39條已經明定休息日工資照給 這個之前的函事其實沒有辦法適用的 都就已經 沒有啦 你沒有廢掉 你沒有廢止 之前我在這邊請你們廢除那12條 後來你們也認為說民國75年那個條文 確實是不對你們也廢掉了嘛 其實剛剛陳曼麗委員在提到的 其實他是在講兩週公尺 四週八週的彈性公尺啊 所以才會有連續工作12天的問題嘛 因為這條文沒有提到這些 這些我都不在今天這邊在這邊做陳述嘛 我現在只問你這個88條你們要不要會除掉嘛 因為這個試涉到你未來的休息 你一直在強調的那個休息的一天工資一定會有嘛 但是你這個資金希德來 對是要透過勞資商方協議嘛 按鈴代表還有兩分鐘啦 沒有啦 今天我們要結束 這個我們研究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們內幕談一下 然後大概我看下禮拜之前給委員一個答覆好不好 我們先來研究一下 包括有很多啦 包括你所謂的對勞工的加倍發給啦 我現在再問你一個時薪的問題啦 部分公司的場合 這個約定的時薪 是否已經包括立假日休假日工資了嗎 有沒有包括 譬如說我5月1號 我這個部分公司的人出勤 那時候在 因為你們說已經含瓜在立假日休息日 那時候在 如果當天不出勤 出勤是不是要加一倍工資 如果到現在是不是要加一倍工資 如果不出勤的話 大家工資要不要算 不是啦 好 這重要問題 那我等一下第二次發言 中委員 郭昌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都沒關係 你沒有關係嗎 因為今天會議的時間是通知5點半結束 那是不是 對 就沒有第二次 不好意思 我們給你書面答覆 或是到你研究室跟你說明 因為讓我們研究一下 因為這個 你突然提出來這個 我的現況 我只是跟你講說 現在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們要怎麼去解決 所以中委員的這個意見 是不是我們書面 因為你們自己跟人家說明說 這些部分公司的勞工 這些約定的時間 已經包括了立假日休假日的工資 你們說有 但是實際上我問你 5月1號我不出勤的話 出勤的話怎麼算 不出勤的話有沒有給錢 部分公司沒有啦 怎麼會有 實務上是這樣嘛 但是這個問題要不要解決 要解決難怪民怨這麼高嘛 好 中委員謝謝 我想時間的關係好嗎 我們有規定說到5點半 開外通知5點半 但是主席也可以延長 我們說要徵求大家的同意 好吧 那我等一下就 我一定要徵求大家 等一下你們都離開 剩下我一個我就徵求同意 我就同意延長 徵求大家同意 是不是比較早上的 那個臨時分委員 有提到 趙薇有提到 就是是不是 我們那個 有到5點半 不要 好 如果要徵求大家同意 是不是能夠縮短大家的發言時間 就是本委員會6分鐘 我現在就說明到這邊 其實我包括還有 包括剛剛吳崑宇提到 如果被砍的集電論 你怎麼去做處理 我本來要提方案給你們 因為沒有時間 對 可不可以提供宿命 我私立宿命 我還是會跟 跟委員請請教 請教他 來換你啊 對不對 好 所以 允許我們時間稍微縮短一點嗎 不然我會 真的會拖到6點多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4位的發言 是不是 6分鐘跟外部委員是不是5分鐘可以嗎 好 不要啊 要延長是不是 你們要打算延長是不是 那這個我們同仁還有行政部員 就要再配合 好 延長 還是照 那外部委員是8分鐘 然後本委員會是10分鐘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我會 不要 不要超過 好 來 我們就 因為大家同意要延長 好 必要的話要延長 那我們接下來請 黃國昌委員 好 8分鐘 來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郭部長 部長上午 針對 我們客氣話就不說了 我們直接切入主題 上午針對大學 尖任教師的部分 我有給你肯定 你願意儘速 馬上要做 但是我對你們這一次 的修法 我必須要跟你說 我失望透頂 我再說一次 我失望透頂 特別是 你今天早上 接受媒體採訪 竟然用 時代力量 在禮拜天要辦活動 當做理由 說 週休二日是不可行 我對於你這樣子的回答 我非常失望 我按照你這樣的邏輯 以後任何團體 禮拜天有需要辦活動 就代表了這個國家 不可能週休二日 沒有關係 我們一樣一樣來盤點 休息日的概念 是不是這次修法創的 對吧 是 我騙查全國的勞工法規 把休息日進去裡 不會出現任何的法律 或者是行政命令 你們這麼倉促的 創了這個法律的概念 你們盤點過沒有 因為這個新的法律概念 配合的修法要有多少 除了你們之前已經承認漏掉的39條之外 知不知道還要修多少法律 來配合這個新色的法律概念 盤點出來沒有 你們勞動部推出來的法案是這樣草率喔 法規不敢沒有全面的檢視完畢以前 推出來被人家抨擊 然後才在說請別的黨團來幫忙提案 除了39條以外還有沒有別的 還是沒有盤點完 沒有盤點完說沒有盤點完 請委員指教 你們自己回去盤點 你們自己回去盤點 等到法案送到委員會來的時候 我一定好好跟你們指教 這個圖 是你們勞動部上一次在立法院做專案報告 我知道那時候你還是部長 你還不是部長 部長是前程部長 顯現出來的是什麼 台灣實質的薪資水準 從1998年4萬6到2014年4萬5 這個數字不是我捏造出來的 是你們勞動部提供的 那經常性的薪資到3萬6 有很高的比例都是靠加班費 所以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什麼事情 清楚的看得出來的是 過去十幾年台灣的GDP不斷的漲 但是實質薪資水準 大家說沒有漲 反而往後跌 在另外一方面 這也是你們的圖 這是台灣的平均公時 2135小時 跟日本、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 比起來全部都高 所以台灣是薪資低 工時長的過勞之島 這個我相信你都知道 那這是為什麼 很久以前大家就開始說 一定要週休二日 一定要週休二日 工資是一個問題 工資我上次跟勞動部隊的時候 你已經答應過我了 今年年底以前 基本工資法 最低工資法要提出來 對 好 那 我們拭目以待 時代力量島塌的版本已經提出來 我希望你提的比我更好 只要是對勞工有幫助的 我都不堅持用誰的版本 最後過的法律能夠保護勞工最重要 這是你前任的部長 他在卸任以前他怎麼說 他講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反對恢復七天假 社會抨擊 然後那個時候 在立法院裡面 大多數的同仁也抨擊他 他那個時候態度之傲慢 我相信大家都記憶遊戲 他還講了第二件事情 他說未來可以修法 就每週有一天立假 再加一天休息日 就可以落實週休二日 所以你們一個立假 一個週休二日 是消歸草水 從陳雄文那邊學來的是不是 是不是 那時候我們的這個 物料單位就已經在規劃了 沒有啦 當然啦 現在很多中國國民黨的 委員突然跑出來捍衛週休二日 我個人是覺得很荒謬啦 前幾個月他們在幹嘛 前幾個月在幹嘛 先交代清楚嘛 那當然現在願意悔改 想要捍衛勞工的權益 及時加入也可以啦 但是前面在幹嘛要交代清楚嘛 要不然就會讓人家感覺到什麼 換位子換腦袋 在做政治鬥爭嘛 根本就不是真的要為捍衛勞工的權益嘛 那為什麼之前這些事情很重要 2014年過勞指導這本書出來以後 來我來盤點 4月23號 一堆立法委員提案 每週兩例假 10月1號 又有一堆立法委員提案 每週兩例假 10月15號 還有一堆立法委員提案 每週兩例假 那這些曾經提案 那這些曾經提案過的立法委員 重要的全部都落實 這個是你前面的說詞啦 你自己說了什麼 我相信很清楚 來 一例一休 還有什麼對策 我們現在休息日是提高這個 對啊 對啊 我知道嘛 那你 你現在 來 底薪兩萬 獎金金接三天 加班費三千 實例兩萬六 那現在是你們的一例一休啊 算出來我還是什麼 我還是兩萬六 完全符合什麼 完全符合你們一例一休 新法勞動基準法的規定啊 你要怎麼處理嘛 你的想像就很簡單嘛 就是雇主其他的東西他都不會調嘛 然後禮拜六你還上班的時候 老老實實的什麼 按照你現在1.33 1.66 然後算加班費給你 那因此勞工多工作薪水就會增加 現在這是你們的說詞嘛 用倚架制量嘛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現實的狀況是什麼 現實的狀況是你這樣子搞 搞了半天以後什麼 薪水不會增加 工時也不會減少 一模一樣 你今天 你要背這個政策 沒有關係啊 這些東西會留下歷史紀錄的啊 我們最前面講了兩個圖 工時也好薪資也好 那未來什麼 未來我們一定會檢驗你最後這個政策 實際的薪水是不是有提升嘛 如果工時 沒有減少 實際的薪水也沒有增加 那你這修法不是在騙人嗎 為什麼這麼多人沒有接受 這就是在騙人嘛 這個你們想到對案了嗎 你如果沒有想到對案 你憑什麼可以面對全國勞工跟他們講 這樣子修對他們是有幫助的 現在這種真人啟示非常的多喔 月昔 三萬二修四天 兩萬七修八天 它裡面的戲目可以調到什麼 調到完全符合你們現在法定的規定 即使是新法也一樣 舊法也是這樣 新法也是這樣 你到底改了什麼啊 你真的落實週休二日了嗎 還是只是透過法律技術上面的設計 在呼嚨大家 為什麼這麼多人這麼憤怒 這就是理由 我希望老陸部回去再想一想 那或許這不是 你是部長啊 上面可能有更高的意識 要採取這樣的政策 那當然最後過的法律是什麼 立法院通過法律 立法院負責 我們到委員會審議這個法案的時候 再進一步好好討論 謝謝 謝謝黃國昌委員 接下來是黃秀芳委員 謝謝主席是不是請部長 郭國昌委員 黃國昌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在你們行政院版的 這個一立一休出來之後 這個版本出來之後 其實地方已經有一些因應的對策 那其實本人在地方 也聽到很多的聲音 那也有一個 我們的這個勞工 他給我就是 現在他們的資方這一邊 就是給他們同意書 就是說他們自願在星期六加班 然後增加收入 那未來如果說 是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就是這個資方給這樣的一個同意書 請這個勞工簽同意書的話 那這樣子的一個加班 也超時加班的話 那未來勞動部會怎麼處理 包圍如果勞工他違背他的意志 他不想加班 我們會有檢舉的專線 我們會立即會有勞檢 如果他願意加班的話 我們目前我們是提高他的加班費所得 而且把他現在加班的這個時間 記入每一個月的上限46小時之內 所以這樣的話就會保障他的健康 為什麼 因為平常這個46小時 可能分配到禮拜一到禮拜五 你如果禮拜六把它用掉了 那你禮拜一到禮拜五就不能加班 就會回家休息 那其實部長你應該也有聽到 就是說現在地方有一個聲音 就是說他有兩套打卡的標 就是兩套標準 然後一個是下班之後 時間到之後 這個員工他去打卡 打卡之後再繼續加班 那這個為了是應付這個勞動檢查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這個部分 希望我們勞動部針對這個部分 也要有一個這個因應的對策 因為其實這樣的一例一休 這個方案出來之後 其實資方他們也有自己的因應對策 所以我希望說勞動部針對這個部分 也要是不是加強勞檢 或者是這個針對一例一休的部分 其實大家也聽不懂 所以是不是要做宣傳 是 法委加強宣導 我們是一定要做的 那第二個就是 像剛才講的 有兩套這個打卡的方式這些 其實在過去我相信就已經有了 不是說這一次這個修法之後才有 那我們現在也把這些範例都把它收集 就製成教材 然後訓練我們的勞檢員 所以很多人講說 我們這個去檢查都是事先通知 我們未來要求說我們的勞檢員 這個不預警的去做抽查 所以任何的這種模式 我們大概都會去讓我們勞檢員去做必要的因應 好 那本席在針對我們的這個勞動契約 在1936年我們政府就公布一個勞動契約法 可是到一直都沒有用 一直都沒有實行 一直都沒有實行 那現在我們勞動部又在推勞動契約法 那你現在推動的是要重新修法 或者是針對勞動專章的部分 這個勞動契約專章的部分要做修正 目前還沒有具體的做法 但是我們曾經內部 就原來那個版本去做一些討論 看看有沒有可能 就從那裡面去引申新的這個勞動契約法出來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研究的動作 所以是針對勞動契約專章 就是要對勞動契約法來做一個修正 是原本的這個法要做修正 還是你要再重新推一個法 沒有 還沒有定案 但是這個都是我們選項之一 好 那本席就是想要跟我們這個部長這邊提醒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整個就業市場是蠻多樣性的 蠻多樣型態的 那現在有的就是無薪假還有禁業禁止條例 還有懲罰性的違約金 前一陣子我有提到就是說 有關那個航空公司他空姐他不願意再繼續當空姐 那有一個懲罰性的違約金 那像類似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這個都是在當時在簽勞動契約的時候 可能就是有定 已經有定下來了 那也因為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勞動契約 沒有特別的明定 所以會衍生後續的一些 這個勞固關係的有一些紛爭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勞動部 是不是針對我們的這個勞動契約 這個部分是不是要做一個修正 來符合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多元化的一個形態 我們在勞動契約法的這個目前在進行的這些這些 這些顯像當中 我想會把這些意見都一起考慮了 不過到現在為止真的是還沒有定論 好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在那個勞動契約的簽訂上面 有規定就是說有一個適用期嗎 有規定適用期嗎 就是有嗎 來 說明一下 吃著還說明 報告委員 有規定那個適用期間 我們法律雖然沒有明定 那實務上現在法院對於勞固雙方互相適應 有一段時間的這樣一個約定 有約定是勞固雙方自己約定 對 大部分都採取比較支持的一個態度 假如大家不要預約合理的範圍 那什麼叫做合理的範圍 一般來講如果是一般的比較簡單的職務 也不是非常大的職務的話 對於法院大家都支持大概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會比較能夠去這樣維持這樣的一個適用期間 那過去本來我們的法律有規定是40天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說用一個法律去明定適用期間的界限 沒有辦法去明定各種各式的工作的樣態 所以後來我們的法律中被秒定適用期間的一個範圍跟實踐 所以也因為我們這個勞動契約上面 沒有去明定這個適用期 所以有時候就是雇主會濫用這個適用期 甚至有的這個適用期到了之後 有的還領不到薪水 適用期的薪水到底是怎麼樣去約定 也是勞固雙方自己合意嘛 是不是 各位報告老師 我們有做過這樣一個解釋 就是說適用期間並不能歧視 就是說適用期間的勞工朋友跟正職勞工朋友 不能因為這個適用期的原因去把它做歧視 第二個適用期間如果期滿你不要他 你還是要一勞機法第11條的室友跟勞機法的那個 資遣費的給付 完全跟正職員工沒有兩樣 好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我們勞動部針對勞動契約 這個勞動契約法也好 你們是不是要再繼續推這樣的勞動契約法 或者是要另外勞動契約專章要再做一個修正 我們希望說勞動部這邊可以盡速的去推動 另外本期關心的就是我們的這個教師公會 教師公會 我想請教我們部長 這個教師會在99年之後就有組成教師公會嘛 對不對 就是他們可以組成教師公會 對 那教師公會這個公會它有會物價嗎 公委員報告 會物價他們都是透過用協商的方式 去議定那個會物價的方式 這個也是由公會法所允許的 就是由公會 那協商是要跟誰協商 跟學校 跟學校 那但是後來 可是他的雇主是學校嗎 是校長嗎 我們現在對於那個老師的教師 就是我們都是看他的雇主是看聘約的發放 所以我們國中小老師來以他們為例 他們都是由學校發給他們聘約 所以我們現在 所以國中小老師的雇主是學校 是學校 好 那如果現在 現在有某幾個縣市 針對教師公會的會物價不允許的話 那這個公會的運作要怎麼辦 我們的公會法有明定 他不是屬於企業公會 他屬於外面的職業公會的話 他必須透過協商 那對於學校來講 如果協商不成 學校不能拒絕跟他協商 是 沒有辦法去協商 如果真的都沒有辦法達到的話 就用仲裁的方式 因為我們的法律的民定是 勞職業處理法規定 教師公會不能罷工 但是他可以進行交付仲裁 那可以把這樣的適用 來做一個交付仲裁的方式來做處理 現在本席碰到就是說 有很多個縣市 就是這個 原本是要跟縣市政府做一個團體協約 那後來縣市政府就交由各學校 自己跟教師公會這一邊做協商 那也 這個也協商不成 那後來也將這個會物價也取消掉 那我想知道就是說 既然我們這個同意教師 教師主公會 那又不給會物價的話 那他的這個會物怎麼推動 那其實如果不給會物價的話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會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 譬如說我今天我當理事長 或者是我當這個理監事 我需要這個去開會 那我臨時被這個通知要去開會 那我臨時要請會物價 那其實這樣子對學生來講 其實也不是很好的現象 所以我們希望說 既然同意教師主公會 那是不是也要有一個統一 是不是讓這個教師的這些幹部 教師公會的這些幹部 可以來申請會物價 各位委員報 這部分我們會跟地方勞工局 去協助來輔導 像最近某一個縣市的 就是因為會物價的原因 也是被我們裁定 有不當勞農行為 那當然我們這個部分 也會從旁來協助 最重要就是說 雙方對於那個會物價的認定 跟時間的範圍 要達到一定的共識 因為我大概認為 不會說有教育局 或者是學校是完全不準的 那應該是不至於 那我希望說 勞動部這邊 因為有一些縣市他也請示你們 那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會物價 可以訂得更明確一點 不要有模糊的空間 讓這個各縣市政府 或者是各學校 能夠有一個依循的一個範圍 讓這些這個工會 教室工會 他們請會物價 不會因為我今天我要去開會 我臨時請個會物價 其實這樣子反而是影響到 學生的受教權 以上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黃秀芳委員 接下來是 是 習貞衛委委員 是 習貞衛委員 是 習貞衛委員 是 習貞衛委員 有一些尋答 但是這個部分 因為造福員的部分 因為他的資格認證 還有證照的部分 這個部分是衛福部的 但是在訓練和賠力的時候 是我們勞動部 有一部分的人力的賠力 是我們勞動部 所以是否在這裡 我們建議我們訓練的 課程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造福員 可能未來救養 還有照顧的部分 有很多的方面 有失智還有失能 以及我們的全灘 這個很多的方方面面 所以在課程的設計上 是不是我們勞動部 還有我們的衛福部 可以連結起來 讓他的課程更加的完整 符合這個更符合社會的市場的需求 是 應該的 是 謝謝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主題 那我們請看第一面 這個是這個禮拜天 7月3號我們林全林院長 自106年起 刪減我們的這個原額 我們的這個公務員的 預算原額1% 以節省經費 看到這個部分的時候 我們的部長您有什麼想法嗎 心驚膽跳 因為我們原額真的是長期不足 是 但是這樣子的話 當然會對我們的業務推動 尤其是我們算是 真的是急需要增加原額的單位 尤其是我們還有一些很特殊的單位 像我們的勞檢這些 不過後來聽說人事總長有提出來說 一些重點業務的 還不包括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就覺得好不好 應該還可以有爭取的空間 所以是針對這個部分 原額的部分 是針對各部會來減少1% 所以剛才我們的部長您也講到重點 心驚膽戰 對105年是沒有影響的 但是對106年它在增補的時候 它會有影響 不只是我們的貴單位 對其他在要增補人員的時候 它的人力的缺口 是會影響非常的大 那當這個影響的缺口很大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再派遣 或者是我們專案勞務的部分 要增加了 是不是這樣 報為好像就我所知道的 這個刪減是針對每一個單位 好像它前一個年度 是不是沒有使用的這些原額的 一個百分比去做刪減 不過我想任何情況大概都不能夠讓 勞動部說原來我們承諾在明年 就零派遣這樣子的政策 我想我們都不會改變 對的確剛才其實您說了心驚膽戰的部分 其實現在一直大家都覺得 106年要這個降低1%以後呢 對於我們部裡面要推動明年的 零派遣的部分 是不是開始擔憂了 另外對於我們這個 另外的勞務承攬的部分 專案的部分會不會增加 那這個部分專案的部分 你又不是在這個編制人員裡面 那是在專案裡面對不對 那在專案裡面我們有沒有立專法 或者是我們有沒有其他的這個法規 能保障這些非典型就業的人力 我們自己部裡面嗎 是 我們部裡面 其實無論是部裡或是其他的部門 其他的部門 或者是我們的企業界 在非典型的部分 其實我們這個部分也有做過討論 在五億勞動節前後的時候 都有對非典型就業的部分的專法 專章的部分都有做討論 那這個部分不曉得我們部裡 未來要去怎麼推動 以及保障我們現在非典型的部分 非典我們大概集中在兩個部分 一個是部分公司 一個是派遣 那派遣我們是希望透過派遣立專法的方式 來希望能夠保障他們的權益 那麼這個主要的重點 就希望能夠同工同酬 能夠責任均等 然後可以對派遣業者的管理能夠進一步 然後對於百分比 這個使用這個派遣的百分比 能夠做一個規範 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對派遣的部分我們大概 所以這是我們部裡是要明年要零派遣 對不對 我們這也是零派遣 但是對於整個我們全國的這個派遣業的保障的方面 我們希望透過專法的方式來立法 保障他們的權益 是 立專法 部分公司 部分公司我們正在研究到底是 有需要用到專法還是說專章 或是說幾條專條 就幾個條文 所以這個部分您大概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會推出來 在研究當中所以 什麼時候 研究當中什麼時候 目前大概什麼時辰 能不能 武器市長 我們先8月底 跟我們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部分公司的注意 雇用部分公司的勞工有個注意事項 我們在8月底先修正這個注意事項 那有關於條文的一個修法 看看檢視所有相關的條文 是不是要修法的部分 大概在年底之前 其實這本席希望我們在回答的時候 能夠謹慎 因為其實在這一次的我們的周修二例的部分 還有一修一例的部分 其實就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爭議 以及我們想的跟我們民間的反彈力 反作用力這麼大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草率 草率形勢才會變成今天在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對非典型的 我們的這個法規面的部分 我們檢討完備 這個期程可能要拜託我們的部裡面 這個趕快盡速來把它完成好不好 在這裡 那另外我們就是講 今天的勞集法的部分 我們不斷的不斷的修正 為的就是保障勞工 是不是 讓勞工第一個 薪水能多一點 工時能減少 對 那所以這些的表列 其實剛才很多的委員都用過了 好 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在這裡 一修一立 還有我們週休二日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要推週休二日 就是週休二日 那現在一修 一立一修 好 那請問那個修 到底有沒有薪水啊 有啊 我們的一修那個休息日 現在法條裡面定的就是 當天的薪水之外 另外再加第一小時第二小時 再加一又三年 等一下 當天我沒有去上班 那個是休息日 到底有沒有薪水 有啊 休息日沒去上班有沒有薪水 有 有一啊 然後去休息 去上班 再加1.34 再加碼就是了 1.67這樣 加起來是2.6 2.3是2.67 所以啊這個 另外因為我們現在是 最終是要週休二日嘛 所以才會說 這個我們的政府片很大 根本就是假象 其實在花蓮也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漢本遺址 所以他這個交通部說 用最小的工程破壞 最大的遺址保存 但是又不影響公起 如期如止 這同樣的道理嘛 這同樣的道理 就是真的就是 哄騙我們所有的鄉親 哄騙所有的台灣的這個勞工 真的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希望週休二日嘛 所以現在我們看的是 勞工要怎麼樣 我們的這個勞動部 才能讓我們真正照顧到我們的勞工 才能去落實 所以啊這個好像我們現在一直在修法修法 但是對勞工這十幾年來 好像都沒有往上翻轉的感覺 勞工好像永遠永遠都翻不了身的感覺 好所以我們從這個104年7月1號 到基本工資2萬08元 那現在我們7月底要跟七大團體來開我們的這個工資 基本公司審議委員會 請問我們到底我們的薪水會不會增加 基本公司有沒有辦法調升有沒有辦法 法委員開這個委員會我們就是要尊重委員的意見 但是我們負責我們要提出一些他們所參考的一些指標 可是他們都不來啊 他們已經拒絕拒絕參加這個會議了 我們會再契而不捨的去跟他們溝通 我們說他們說他們他們這個關起來這個協商的大門 那勞動部您的立場呢 我們想辦法去把 您的立場呢是要調升嘛對不對 法委在開會之前我們去提出我們的立場 好像是不太尊重他們 但是我們會可負責任的提出所有的指標給他們參考 大家及時廣益 你要我們身為勞工的大家長耶 我們不提出自己的立場 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怎麼會叫不尊重這七大勞團呢 因為它是一個審議委員會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討論的話 應該在會中去表達我們的意見會比較好啦 在這裡講的話他們會覺得說 那這個委員會就不用開了 所以我們還是尊重他們 部長啊 部長啊 其實真的喔 我們部長真的很會說話 真的 好 那最後一個好了 我們到最後一個 這個 好的謝謝主席 再一句話 日前我們蔡總統說 軍隊沒有紀律就不叫軍隊 真的希望我們未來 我們的總統會說 國家如果沒有照顧到勞工 就不叫國家 所以我們同意委員的說法 我們希望勞動部能提出來正確的方案 好 在這裡分析一黑 謝謝 其他的部分沒有問到請給書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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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委員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沒有提供書面資料 我們會把它列為紀錄 那接下來最後一位是 劉建國、劉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提亮 我會盡快結束 好 來 請部長 好 請郭部長 劉委員好 部長 一粒一修已經確定拍板定調了 應該這麼說 已經送到院裡面來了 對 那部長 知不知道到現在台灣的公司 還排行在全世界 第幾 第幾是不是 對 我這裡有個圖表 但是是不是 是蠻前面的啦 第幾名我倒是沒有算出來 不過看起來是蠻前面的 幾前 可以簡單講一下嗎 沒有全世界的 但是 沒有全世界的 在前面幾名吧 2103小時 年總公時 年總公時 我這邊是2141小時 比 去年是2134 103年 104年是2103 好 那就差 差個2、3、4個小時 應該這麼說了 那比日本 是不是已經多出了400多個小時 如果做日本1729 比日本是 日本1729 對啊 我這邊也是1729 是是 但是你的台灣怎麼跟我不太一樣 年度不同 對 2014 好沒關係啊 對 應該是引用同一個年度 再對比其他國家 這樣比較好 基本上是這樣 2124對1729 那我這個數字是已經 不是2134 就整體 那你那邊幾個國家做比較 這裡面有韓國、日本、新加坡跟香港 然後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 共幾個國家 24、6、8、10 10個國家 那我們是不是排在這10個國家的第一名 稍微 我看新加坡比我們多一點 香港比我們多一點 好 所以等於是第三名 10個裡面 10個裡面 我的數據是第4 那可能 可能他的母數不太一樣 沒關係 但也是代表說 我們還是很高工時 基本上 在全世界各國來做比較 不管你用哪幾個國家做比 我想他一個範圍裡面 我們再去再討論 那現在 其實我們在縮短工時的政策目標 應該叫做兩階段來達成 在之前是 第一個階段是我們 將工時從84小時降為40小時 對不對 那你覺得第一階段的成效是怎麼樣 第一階段就是因為沒有落實到 所以 財務要做只有修30條好像是 讓雇主反而有一些 所以因為第一階段 你認為沒有成效 我們就馬上進到第二階段 所謂的一立一修的2.0版 應該這麼講 是 好 所以 這樣修了之後 到底有沒有辦法降低這個長工時 到底有沒有辦法 這第一點 勞動部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去評估過 這個整個通 這個修法通過之後 會不會比 為修法錢 帶來更多的效益 應該是這麼講 對不對 你不能再到時候回到我說 第一個階段怎麼樣 然後用第一個階段的答覆 我來回答第二個階段 那再來 當然對我們整體的經濟 社會 相關的層面 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請部長簡單說一下好不好 第一個減少工時的部分 如果從數字上看起來 是 是會有逐年的降低 像從103到104其實就降了 降了就好幾 三十一個小時 所以我想應該是會降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現在講的是第二階段的 一粒一休通過之後 是 嘿 對 到底有沒有辦法 真的降低長工時 我們覺得是會啊 因為 真的會落實到 昨秋二日不打檢 而且對於加班的時速 因為我們把它管控住 都在46小時之內 所以我覺得是應該會 都會降低 那你剛才講的103 104降低工時的 有二三十個小時對不對 那個是 可以列作你所講的第一階段 可以嗎 還是不是 還不算 應該是說看之前 你說明一下 委員跟委員說明一下 就是說 因為我們是看這樣歷年來 一個工時的一個 總工時的一個演變 在 所以 剛剛部長的意思是說 這逐年這幾年 從這15年來 大概那工時是有一些 逐步的一個 下降的一個趨勢啦 是這樣子 那未來我們一粒一休之後 再加上搭配的休息日 他的加班費 一加之量 然後他的時數 併入四六小時 我現在只是簡單先講一項 叫降低工時嘛 對不對 一粒一休之後的降低工時 你們預計的成效是怎麼樣 好比說好 今年通過 明年開始 他可能降多少 後年開始可能降多少 這總是有個目標值嘛 你總是要有個預估嘛 這可能要進一步去估算啦 因為這裡面有牽涉到加班費 還有牽涉到部分工時 甚至於包括 未來的基本工時調整 有沒有引導 對 所以我才 後面才有跟你講說 我們不到沒有評估過 然後修瓦通過之後 會不會比 未修瓦錢 帶來更多的效益 那這效益強調 降低工時也算效益之一嘛 對整體的經濟 社會等面向的影響 是正面的 到什麼程度 那也算是一個效益之一嘛 那我現在簡單是用工時的長 以前都這麼長 那修了一修之後 會不會降低 讓台灣在其他國家比較的過程裡面 不會又是長工時 又排名在前三名前四名嘛 你要跟我們說啊 你要跟我們說啊 對我們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說 一定會降 但是降多少 我們沒有辦法算出來 這不會到模糊吧 我們來再顧一下看看 因為你如果模糊 我們絕對更模糊嘛 對對對 謝謝 謝謝委員提醒 我也要為這個事情來說服 我覺得我們再去溝算一下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 勞計法 它其實是一個 一個很基本的 是 基本法 對 這個基本法裡面 也就是說最低的標準 它或許 我們剛才假設算是60分 60分 那你現在可以跟我講說 一粒一修通過之後 那它變成幾分 你自詩會幾分 往前上進會幾分這樣 我覺得不管說幾分啊 但是最起碼 然後我認為它是一個進步的 進步的一個做法 進步5分 3分 10分 我這個分數不曉得是用跟誰比 跟什麼比 你對自己比較有信心 你對自己都沒有信心 那個分數不是我 我叫你自己打 我是說 錄機關 算是很基本的標準 這個標準就是 我們瓜哥這個門檻就是60分 我沒有說你今天講60分 你不用擔心 說媒體就先講說 你自己講68分 還是講78分 不是這樣 我是用 如果是一個最低的標準 那我們 這樣的標準已經 打算是某種程度的及格 那修了一粒一修之後 會比這個分數 可以好過多少 你可以大上講一下 如果你分數不想講 我也沒有意見啦 好不好 憑空講沒什麼意義啦 但是如果說 按照委員剛才講的 把那個剛才那個 能夠降低公時多少 把它估出來之後 可能我心裡面 比較有一個排算 到底下多少分 所以 這完全沒有實在是 講的其實 只是一種自我猜測的 OK嘛 那你已經講到重點嘛 就是把那個 可以縮短公時的成效 可以 在第幾年之後 就可以馬上呈現出來 就像你剛才跟我回報的時候 103年 減了多少公時 104年減了多少公時 你不要這一粒一修 通過之後 明年可以減多少公時 我們都不清楚 後年可以減多少公時 都不清楚 我們是沒辦法去稅 所以我們回去 估算一下以後 看你們比較具象的一個數字出來 我想這個要趕快吧 那當然還要包含很多經濟面 還有其他的面向 到底效益是什麼 效益是什麼 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當時 我們沒有把這樣的 七天假 要去做還給勞工 我想這裡有一些相關的配套 那為什麼兩例不可行 這個可以不可以由輪班來達成到兩例 有沒有這個機會 輪班喔 對 我不曉得我請教你 日假日如果大家的概念都知道說 跟工人員不一樣的話 那兩例其實要輪班就很困難了 因為他完全不能加班不能上班 都不能做 所以在現階段 除非大家都認為說我的底細已經夠了 或是說我完全追求的是生活的品質 我都不要加班 但是兩例以現階段來講 其實對企業界 或對勞工來講 其實都缺少那麼一點彈性 原本就是週休二日的勞工 他現在改成一休一曆嘛 原來週休二日的 其實他們也是 禮拜六也是的加班比較多啊 他的加班會沒有那麼多 最多兩倍 會不會變成 他原本週休的勞工有所影響 會變成所謂的四休四曆 會不會這樣 四休四曆 不會啊 不會 如果說原本把放假變成 變成後來上班嘛 那原本加的上班 可算一倍的工資 那現在變成用時間去計算 原來是一曆吧 一曆那天一定要休息 對 現在是多了一個一休啊 對 未來是目標是兩曆吧 所以這個階段是這樣跳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階段性的 剛才講說為什麼 我說他是逐步這個 接近式的進步 那都是以服務業而言 就是說什麼時候放假 或是透過勞資的議定 而去行程之後 簡單講說服務業放假 他也不一定是週六啊 也不一定是週日 他們自己議定 會可以議定 對嘛 所以有人可能休週一 有人休週二 有人休週三 對 服務業以月休八日來講 月休八日來講 可能 再改成一日一休 那哪一天是日假 哪一天是休息日 雙方休息日 雙方休息一定 雙方休息一定 對 但服務業他因為他現在目前有四周變形 可以去處理 所以這個部分未來還要再檢討 因為服務業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你沒講得很清楚 是 我能說明就是說 現在這一次我們沒有把這個變形公司 納入一起去修法 是因為那個蠻複雜的東西 我剛才覺得中委員有提供很多 是我要跟中委員要多請教 因為他比我們內行 我這邊 真的 我是覺得他比我內行我是OK 勞動部部長 叫你打溫室你不打 你現在講說他比你內行 是是 他比我資深 我看你都已經憔悴了 你對自己有信心一點不好 時間到了 我剛才講說就會節省時間 我這邊有十幾條 好 我會再把書面給你們 也希望你們 來注意這些事情 好 謝謝 謝謝 各位提供給我們參考 好 謝謝劉委員 主席 給我三分鐘 我提一個全力問題 好不好 三分鐘 全力問題 好不好 什麼問題 我想今天早上的開會 我在這邊跟當時的招委 有發生一些口角上的衝突 我在這邊也跟 今天有出席的官員也好 還有我們議事組人員也好 還有我們本委會的同年也好 表達千億 但我只是要表達一件事情 因為部長早上也在 我想其他議事組人員都在 我是開場白 開始質詢的時候 我是用一個引譽 就是說 問教育部長 如果你忍得學習 有沒有時間限制 他回答我是沒有時間限制 那當部長剛曬來 是不是叫一個學習型部長 那我是不是算一個學習型的立委 那如果是學習型的部長 要不要把公保退掉 我是要來引譽 這些學習型的助理 基本上是這個樣子而已 那當然部長回答我一句話 跟我講說這樣的比喻有一點 不太好 不太一樣就對了 那我是用這樣的話 我要講說 立法院有八個委員會 我來這邊也六七年了 唯獨未還委員會的簽到 跟登記花言 並不是在開會的範圍裡面 就是在這個硬體裡面 他的簽到跟登記花言 都是在這個門外的報道台 我想吳委員 中委員 我們之前都很早來 都是登記的前三名前五名 所以我們在八點以前 來完成簽到 八點開始登記花言 全部通通在這個外面作業 那當然我尊重議事組人員 他在時間到之後 在未登記截止之前 他必須要把所有登記花言 不管本委會還是其他委員會 來做登記的 要拿到這個地方來 去key in 跑馬燈裡面去排順序 這個基本上 我自己當過招委的人 我非常清楚 所以我才是在今天的 10點30分之前 等於20幾分 我已經來到走到這個地方 我是希望可以應我一個方便 可以讓我在那邊做登記花言 就只有這個樣子 那我當然也會注意 我的前面到底有沒有人來登記花言 我也不要讓議事組人員有所困擾說 因為有人在登記花言 大家在這邊簽 就故意再拿出去 也不是這樣 是我有拜託我的助理問黨團助理 能不能方便跟議事組人員打個招呼 其實也不是問招委 是不是可以在外面讓我登記花言 就這樣而已 那我講到這個 其實剛 我是要表達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各位主觀上的認定 八個委員會 其實每一個委員會 的結構 開會的範圍 都不同 但是這八個委員會 有六個 有兩個是開正門的 有六個是開側門的 唯獨 我們未完委員會 又跟人家不一樣 我們這個門之前都是開的 其他六個委員會開側門的 這個門從頭到尾不曾開過 因為委員在這邊跟官員尋打 那簽到在外面 這個門你如果不關起來 外面再簽到 外面再走動 電梯口又在門外面 所以當時是國民黨的王朝偉 我跟他建立說 這個門應該關起來 其他委員會也是這樣 我也聽過人家坑口講說 規定不行 那現在為什麼關起來 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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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不是這樣 那個 陳委員 我在質詢的時候 陳委員曾經走到我旁邊來 在跟我搖耳朵 類似這樣 那我是跟你講就是說 我是講說 不要讓議事組人員有所困惑 有所為難 那基本上 因為你跟我講 議事規則第七條裡面 有明文規定的很清楚 他的簽到登記花園 必須在這個範圍內 那我們就要遵守尊重了 如果是這個樣子 那是不是 而後 未還委員會的簽到 登記花園 你都不是在 那個地方可以作業 你全部要拿進來這邊作業 是這樣嗎 我今天只是要表達說 我只要表達說很清楚的一點 我只是 因為十點二十幾問我到 想說在這個外面 這外面不是在樓下 我從頭到尾 所以不曾有請任何議事人員 拿到樓下給我簽 如果要拿到樓下給我簽 我為什麼不自己上來 因為 未還委員會的局限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必須在這邊表明很清楚 醫師組人員 全部都在這裡 因為我今天 我有被指控 說我有要求 醫師組人員 要把登記花園 拿到樓下去 那就很奇怪了 簽到為什麼不拿到樓下 為什麼反正是登記花園拿到樓下去 那不是這樣 我是要表達很清楚 給大家理解 我沒有無意針對任何人 我今天只是 剛開始的慘白 只是要隱喻說 有的人認為 一定要在這裡面 我也尊重 遵守 即便沒有為議事規則 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有時候 就像我們當招委 你 未完成登記花園 我們看到 我們本委員的委員來了 甚至其他委員會的委員來 他資料就準備一點 我們當然還是會給他 完成花園 這是同事之間 大家一個互相的 互相的一個幫忙 就只有這個案子而已 那我今天是已經來到現場 我是眼睜睜的看到主席 把所有登記花園 未完成登記花園的委員 全部通通練完之後 喊散會 我才走到主席台跟主席講說 我人也在現場 他說我沒有跟他講 那我沒有跟他講 怎麼有所謂的黨團助理 在10點37分 他自己講的 10點37分 他說到9 說我希望把簽到 可以在外面讓我簽到 怎麼又會有這種說法 所以我要跟大家表達 我連任法院六七年 我不要再跟他講過 大白兩年 連國民黨這次也沒有人跟我說 我大白 我在做教育 我絕對讓大家有什麼時間說 這個時間 如果八加二 十加二 多一分鐘 多兩分鐘 多三分鐘 多到像剛才主席 讓人家自己說到什麼 我絕對都尊重 我絕對會這麼處理 沒有不曾有去牽制人家 任何違反到發言的時間 還是讓委員沒有辦法 可以暢所欲言的 牽制他為人民服務的 這樣的發言 但是當時 超過時間 我做了一些制止 我是被這樣當場的批判 這個歷史都有記錄 謝謝 造成大家困擾 抱歉 好 讓劉委員也表述了 今天早上發生的狀況 那我想 真的辛苦了 今天一整天 早上到下午到六點十分了 我想我們今天的這個會議 下午的會議巡打也全部結束了 不要再誇人了 你提供書面資料 不然不算 沒有啦 沒有啦 六點十分了 拜託 拜託 不要這個花園 好不好 拜託 再誇人一下 大家都調到這裡 三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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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 不好意思 再三分鐘 部長 謝謝主席 不好意思 先當大家的時間 其實我最主要就是要針對 因為週休二日的時候 我要說如何引入勞工的集體協商權的行使 我想這個對於未來的公會的一個發展非常重要 我當時在提三十六條的時候 我就一直認為 休息日的一個出勤 實在是非不得已的例外的一個狀況之下 但是還是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這個程序就是 當時在設計上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公會 或者勞資會議的集體的一個同意 因為你如果單單 當然包含勞工個人的同意 但是畢竟勞工個人的同意 會有孤立無援 就像最近媒體這兩天的報紙彰化出來的那一個 你的一例一休都還沒正式開始 他就已經有一些的志願填表 所以我休息日要出勤 也就是說未來在制度的設計上 勞動部是不是能夠引入勞體 團體的集體協商的一個協商權的一個行使 這個團體協商權的行使就是要避免個別的勞工被孤立 所以個別的勞工他無法去對事業單位 對於他的大家在質疑的休息日 他會不會被逼迫 這個制度上的設計大概就是代表的 公會未來的一個設計裡面 是不是30個人以上一定要籌組公會 那一個門檻是不是可以放低 也就是說透過集體協商權的行使 來增進公會的一個發展 也透過集體協商權 來確保這些的勞工未來在週休惡日的時候 他的不管是他的加班時數 或者的延長工時也好 或者說他的工資都能夠獲得確保 這一部分未來的勞動部在制度設計上 是不是能夠特別引入這些的集體行使權的一個行使 是 謝謝委員 如果這樣子可以這樣子設計的話 其實可以在我們原來既有的機制上面 再加一層的保險 我們原來是這個加強勞減嘛 有 對 因為除了勞減之外 加上這個更好 另外一個對於勞動基準法 自立法以來 有許多勞工對於特別休假的一個 任何的一個規定 我們的勞基法70年定定的時候 我們的休假就定得很清楚 一年到三年就只有七天 三年到五年 就十天 十天 滿五年以上 這個不能動嗎 這個 如果你在勞工被砍七天之後 你是不是要去做這一部分 去做最起碼 最起碼應該給沒有一年的特別休假 你也要考慮到 是 所以這一部分未來我會提案 是 謝謝 那我也期待部長 這一段時間也真的辛苦你了 這一段為了一粒一休 我看你也滿多包 謝謝委員 真的很多地方提醒我們 我想大家上方互相努力 謝謝 謝謝 今天也特別感謝主席 讓我有這個機會 最起碼我要把我的意見表達得清楚 謝謝你 好 謝謝中委員 這樣短的時間來做巡答 這主席在這邊正式宣布 下午的這個會議巡答全部結束 委員有蔡培惠 吳智陽 還有許真偉委員 所提的書面質詢會列入 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書面答覆 委員口頭質詢未及答覆 或請補充資料者 請以兩週內答覆 委員另要求期限者 從其鎖定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上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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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